維多利亞港,有我林極,還有柴文漢,香港又再一次繼續在這個論迴,就是永遠都流不完的血,永遠都解決不了的政治困局議,這個政府就不斷定期要將香港的問題又升溫,就是呢,又到今早就在蘋果拉五個高層,就指控他們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那29條是什麼呢? 什麼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攝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什麼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或者和外國或者外國的機構之類指示控制資助或者形式實施行下面以下的行為都是屬於犯罪,第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雙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統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的危害,第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 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第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第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的行動,第五,通報各種非法的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犯罪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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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 拿著他們之間的會議紀錄 指控他們是串謀 還是基於其他的報道 然後覺得他們是串謀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憂心的地方 意思就是說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今時今日有些事情他們都說了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赤道繼續這樣 無限地去擴闊的情況之下 香港市民就說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什麼都很危險 每個人都很危險 現在做一份工作 做一個蘋果的新聞記者 是否隨時又會犯《國安法》 搞法我們香港人 正常的事情 是否都會犯《國安法》 那是否到最後的人說 不是了 很危險 隨時死人催樓 搞法不如走了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政府一天到黑 找一些KOL 那方面就宣傳叫大家香港 不用擔心 沒事的 千萬不要走 不要錯過這個最好的時光 現在才是最好的時候 像董建華那些說話 那警方自己的說法又是什麼呢 警方就說 《蘋果日報》發佈數十篇文章 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國被捕的五人 是責無旁態 剛才就開記招 警方就拘捕五個 這個壹傳媒高層就說 人民共和國國國政府進行制裁了 這些真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所以現在的龍門已經搬到 大家都已經很 究竟現在外國制裁香港的新聞 你轉載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法法呢 你現在就變成串謀 現在說到 人家就變成 做成一個比喻口實 現在的問題這裡 當然大家會覺得很荒誕 就是 比喻外國口實制裁香港的 或者制裁中國的 就是有時候有些所謂的 你們自己的行為 現在人家就是針對著 中國或者香港政府 做某些事情 然後外國認為這件事 是違反他們認知的 就是世界的規則 或者違反他們認知的一些 所謂的邏輯 或者認知的一個所謂的人權 於是他們就要去制裁你 所以最簡單 要避免制裁的方法 就是 在這個問題上 大家不要和外國 和其他觀點相違 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自己想一想 怎麼去處理的 就不需要把問題 變成一個這麼差的情況 但很不幸 就是有些人堅持 要做一些事情 令到全世界覺得 這件事是非常之 不能夠接受 於是人家的國家 人家的國會 人家的野元 就是做一些事情 去制裁你 實際上是和我們香港人 就是所謂的香港人 有些什麼的要求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有些人就將 就是現在就指控 就是因為最差 有些人發表某些意見 然後搞到 就令到外國制裁你了 那究竟其實是 那些人發表的意見 令到外國去制裁你 這麼厲害 還是反過來 有些人的行為自己 令到外國制裁你呢 那個龍門就搬來搬去 大家就知道 這個就是所謂的荒誕那件事 之前就說 哎呀外國人沒有人理你 你講什麼都沒有用的了 以前的論述是這麼說的 一直講幾十年了 就說 香港是沒有人理的 是一個小漁村來的 現在傳扣這個中國的照顧 沒有人理你 當是中國一個分別 沒有人會聽你們講話的 接著現在呢 就倒轉頭 就原來所有被人制裁呢 不是因為中國的強大 不是中國被人迫害 而是因為我們香港有一些人呢 做了一些事 或者危害這個中國的國家安全 這一個呢 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是吧 這種的講法 當然 我們都非常清楚地講出 最基本的原因就是 就是所以這些說話呢 現在什麼都可以被人老鬱 生光八糟 砌你入你 所以我們都講清楚 從來呢 不要求這些事情 所謂什麼制不制裁 這些事情不是我們要求的 也都不是我們提出的 那倒轉頭 你認為那些 有些人是這樣提出的 然後去追究他們 然後去針對他們 但是另一面的問題 當然就是剛才說的那件事情 就是你這樣去做 是吧 去到最後都是賴的 因為去到最終 為什麼會見到外國所講的理由呢 根本上就不是 他們現在所屈的理由來的 但是去到尾 總之就是想 搞到這些報紙沒得出 不給被報道 是不是要搞到 某一份報紙出來 一號出不了報紙呢 現在就是大家在問這個問題 所以去到最終 是否就是最翁之意不再走 最緊要就是令到你 那些報紙是出不了街 那你現在告訴大家 是否就是 到回頭 是否報些你不喜歡的新聞 就已經是 造成一個 就是違反國安法 然後就要坐這個 這個無期徒刑呢 那是否到最終 那些人都會走 是否現在見到 全香港的移民潮 還不夠嚴重呢 還要繼續去加勒呢 有什麼看法呢 石文漢 7-1 就是中國共產黨黨慶 其實大家見這幾個月的新聞 都針對著幾個的組織 來到去講的 那蘋果的報紙 當然首當其衝 那接著 就是你見到 是民陣先的 那就是大家要退了 好退了 就很麻煩大家 那再接著 那支聯會 就是大家要退出保平安 那去到最近呢 就不斷在那翻炒 其實那些新聞都沒有什麼新意的了 都是那些來的了 那就是區議會 認為有很多區議員要被DKO 所以大家見到這幾方面 你不可以說不相關的 一路是就著7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的黨慶 來到幾次 一直在那搏行那方 甚至認為自己的形勢是大好 所以就很想透過這種方法 來嚴謀人威之餘 也都被香港人看到 其實黨才是對香港最重要的 黨才對香港人最有影響力的 過往呢 大家都好像聽了很多 容許你可以給你說的 做的事情 但是去到某一天 要收回就很容易 就是隨時可以收回的 就是被人很容易 就是做了這種感覺 那當然這種感覺 香港是不是可以走得通 大家拭目以待 就是過多一段時間 可能一年好 十年好 看看究竟香港的社會會變成怎樣 但是如果從香港 就是現在這個形勢來看的話 不論你剛才聽我說的 那四個地方 平革日報好 民政好 支聯會好 甚至可能現在是民主席 接多數的區議會都好 好 那麼如果你 那如果你 對 那你透過 強拳 請大家收聽 今天的四點鐘 維多利亞 講 請大家收聽 今天的四點鐘 維多利亞講 有我林忌 還有七個 香港又再一次 继续在这个论媒 永远都流不完的血 永远都解决不了的政治困局 而这个政府就不断定期 要将香港的问题又升温 就是呢 又轮到今早 就在苹果拉五个高层 就指控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 那29条是什么呢 什么为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涉取 刺探收买 非法提供涉及安全的国家秘密或者情报 什么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组织人员实施或者和外国 或者有外国的机构之类 指示控制资助或者认识 实施行下面以下的行为都是属于犯罪的 第一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战争 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胁 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造成严重的危害 第二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 进行严重阻留 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第三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进行操控破坏 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第四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制裁 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的行动 第五 通过各种非法的方式 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对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的憎恨 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犯罪 犯罪罪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罪行重大的就是处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就是这样的情况 总之现在的情况就是串谋 串谋就不用他自己做的 意思就是跟别人做 当然就是表面证据 现在你被人指控 说苹果里面那个被人写出来 说是做这个最严重的事情 那个就是黎智英 那是不是究竟是 因为他是以董事身份被串谋 还是因为他们现在是 因为本身就是苹果高层 然后就拿着他们之间的会议记录 还是什么 他就指控他们就是串谋 还是基于他其他的报道 然后觉得他串谋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忧心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今时今日有些东西他们都说了 但是问题就是 你那个尺度继续是这样 无限地去扩阔的情况之下 大家香港市民就说 还有什么要做呢 什么都很危险 个个都很危险 打份工做个苹果的新闻记者 是不是随时又会犯国安法呢 搞法我们香港人 正常的事情 是不是都会犯国安法呢 那是否去到最后一些人说 不是啦 喂 很危险啊 是不是 随时死人催楼的 这么搞法 不如走啦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政府一天到黑 是不是 就是找一些KOL 那方面就宣传叫大家香港 不用担心啊 没事的 是不是 千万不要走啊 不要错过这个最好的时光啊 哎呀 现在才是最好的时候啊 像董建华那些说话 那警方自己的说法又是什么呢 啊 警方就说这个苹果日报呢 发布数十篇文章要求 制裁香港和中国呢 就被捕的五人是责无旁贷哦 那呢 刚才就开记招 那警方就拘捕五个 这个一传媒高层就说 涉嫌违反国安法串谋外国机构 制裁中国和香港 并凍结苹果日报等三间公司 共一千八百万元资产 那然后之后这个 所谓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根据李贵华的说法 由2019年至今呢 我们就发现呢 在苹果日报有数十篇文章 呼吁外国制裁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实体报纸也有 网上也有 有中文也有英文 我们有强烈的证据呢 上述文章是串谋计划的重点 值以提供口实给外国或者境外机构 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政府进行制裁 这些真的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所以现在的路门已经搬到 就是大家都已经很 就是究竟现在 外国制裁香港的这些新闻 你转载的时候会不会变成犯法呢 你现在就变成串谋 现在讲到呢 就是人家呢 就是变成呢 造成一个比喻口实 而一个问题这里 就是大家当然会觉得很荒诞的 就是比喻外国口实制裁香港的 或者制裁中国的 就是有时有一些所谓的 你们自己的行为 就是现在人家就是针对着 中国或者香港政府 做某些事情 然后外国认为这一件事 违反他们认知的 就是世界的规则 或者违反他们认知的一些所谓的逻辑 或者认知的一个所谓的人权 那这样视乎呢 他们就要去制裁你 那所以最简单 要避免制裁的方法呢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大家不要跟外国 跟这个其他的观点是相围 是吧 有很多东西呢 是可以自己想一想 怎么去处理的 是吧 就不需要呢 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 这么差的情况 那但是很不幸呢 就是有些人呢 坚持是吧 就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令到全世界 是觉得这件事 是非常之 就是不能够接受 那要视乎人家的国家 人家的国会 人家的议员 就是去做一些事情 去制裁你 那就传统 实际上是跟我们香港人 就是所谓香港人 有些什么的要求呢 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但是呢 有些人就将 就是现在就指控 就是因为最差 有些人发表某些意见 然后搞到 就令到外国制裁你了 那究竟其实是 那些人发表的意见 令到外国去制裁你 这么厉害 还是反过来 有些人的行为自己 令到外国制裁你呢 那龙门就搬来搬去 大家就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荒诞那样 之前就说 哎呀外国人没有人理你的 是吧 就是你说什么都没用的了 以前的论述是这样讲的 就说香港是没人理的 是一个小鱼村来的 现在全靠这个中国的照顾 没人理的 当是中国一个不可分国家播放 没人会听你们讲话的 接着现在就回到过去 原来所有被人制裁 不是因为中国的强大 不是中国被人迫害 而是因为我们香港 有一些人 做了一些事 或者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个呢 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种的讲法 当然 我们都非常清楚地 讲出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所以这些说话 现在什么都可以被人老屈 三公八糟 砌你入你 所以我们都讲清楚 从来不要求这些事情 就是所谓什么制不制裁 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要求的 也都不是我们提出的 那倒回来 你认为那些 有些人是这样提出的 然后就去追究他们 然后就去针对他们 但另一面的问题 当然就是刚才讲的那样东西 就是你这样去做 去到最后的都是赖的 因为去到最终 为什么会见到外国所讲的理由呢 根本就不是 他们现在所屈的理由来的 但是去到最后 总之就是想 搞到一些报纸没得出 不给报道 是不是要搞到某一份报纸 7月1号出不了报纸呢 现在就是大家在问这个问题了 所以去到最终 是不是最勇之意不在手 最紧要就是令到你 那些报纸是出不了街 那你现在告诉大家知道了 是不是 就是 到过来 是不是报些你不喜欢的新闻 就已经是 造成一个违反国家发言 就是要坐这个 冒气徒刑呢 那是不是到过来 那些人害怕都会走了呢 是不是现在见到 全香港的移民潮 还是不够严重呢 还是要继续去加纳呢 有什么看法呢 石文汉 7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党兴啦 其实大家见这几个月的新闻 都针对着几个的组织 来到去讲的 那平关宝当然首当其冲啦 是不是 那接着就好像你见到 是民阵先的 那就是说民阵大家要退啦 好退啦 因为就很麻烦 大家户口又不行啦 那再接着 那就是支联会啦 那就是要大家就退出保平安啦 那去到最近呢 就不断在翻炒 其实那些新闻都没什么新意的啦 都是那些来的啦 那就是区议会 那就是认为有很多区议员要被DKO 那所以大家见到 那几方面呢 就是你不许有不相关的 一直就着7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党党党兴啦 来到他几次一直在搏行那方 甚至认为自己呢 认为是大好啦 那所以就很想透过这种方法 来到他以无人为之遇 都给香港人看到 其实呢党呢 才是对香港最重要的 党呢才对香港人最有影响力的 过往呢 大家都好像听了很多 就是容许你可以给你说的东西做的东西 但是去到某一天呢 要收回呢 就很容易而已 就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已 就是被人家很厉害 就是做了这种的感觉 那当然这种的感觉 在香港是不是可以走得通 那大家都拭目以待啦 大家来看就是 过多一排是不是 不许看一年好十年好 看看究竟香港的社会变成怎样 但是如果你说从香港 就是现在这个形势来看的话呢 不许你刚才听我讲的那四个地方 评估日报好 民阵好 支联会好 甚至可能现在是 就是民主席 照多数的 区议会都好 听说这游戏 我来看看什么奥利吉 什么鬼 打不死的 如果你 是的 这样的形势之下 你透过强权 透过打压 你都可以打算 人家去信服的 在今时今日香港的环境 说我真的见不到 就是会是令到 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党庆 加添任何对香港人的信任 或者是令到香港人的信服 是不会的 我们不能让人相信 党小时候大家很多的经验都听过 或者自己都试过 就是可能教学校 尤其是 他经常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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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就是 通常宗教同学是最混乱的 听到他最控制不了秩序的 有些可能叫大家去某些 教党的议生 打架不了 你经常说 人家总是 自由社会 成长的总是有些反变的心态 那这个是其一 你这个打架 你越叫人越在那里吵 虽然你的人数是好像多了那样 但是是不是真心诚意打 或者说 另外一方面不打 都为自己赢了政府来打 另外一方面不怕 最怕你之后的臉就歪掉了 这个真是 所以 这些的强权 这些认为自己可以透过 在一百年来比威势的人 在香港行的 在大陆可能会行的 这个问题不仅是大陆的问题 其实你看看中国领事馆 最近在驻英领事馆讲的那些说话 其实你就知道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在两天 你继续在海外都讲这些说话 大家哪个信你呢 所以你见到 所谓自己继续做这些事情 用回他们自己常常喜欢讲的 用石头砍自己的脚 你现在 今时今日 已经去到一个这样的田地之下 你还要继续天天在那里撥火 天天又要再令到 外面又更加吵你两吵 大家当然全世界会看着 你一个传媒机构来的 传媒机构来的高层 你又说它违反国安 那你是不是对香港所有那些 其他外资的公司 造成更加大的压力 这个所谓二十九条 其实之前已经有些商会讲过的 就是外国商会 其实最特别讲的就是 最担心的就是 这个所谓第十九条 国安法 你现在就正正正要是 拉一些传媒高层 它不是决策人物 就是它不是所谓老板 它只是打份工执行的 它都有一样可以 就是涉及这个二十九条 那是否代表在香港任何东西 比如银行 到时就说 你的银行就配合 制裁令 那又是不是违反二十九条 所以全香港的银行 都不能够再营运 要么就不会做美金 要么就不会再 在香港做生意了 现在的情况 你就是继续做这些东西 就令到更加多人撤走 令到更加多机构撤走 那个事实 就是你的国安法 造成危险 它一路就之前一路就否认 没有没有事 很小事 不关你事 不是针对你们的 不会影响到你们的 不会影响到一般人 只是影响到某些人的 是吧 但是某些人越拉越阔 大家现在见得到的 是吧 就是由最初的 你只针对着一两个人 去到然后 然后就整班民主派 去到最后 你现在连都打工的 那些都一样是受到影响 从去针对 那大家还再问下去 事实上是这样 香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 那些人就说 那你就走咯 是吧 那你继续去做这些 所谓向外走的功夫 令到那些人全部都散了 整个政府里面 也都见到你任何东西 譬如你老师都请不到了 那么下去 是吧 医生又请不到 护士又请不到 全部都散了 那你还要做些什么呢 是吧 等于你去到 现在连最后 最后去到匡民署 都要散了 就来下去是吧 意思就是 哎呀不是呀 救太极班都要宣誓的 是吧 效忠 那连救音乐班 这个太极班 什么班都一样要宣誓 那些人就说 不要教了 你既然是这样 就是谁跟你博 宣誓完之后 就可能以后移不了文 那些人当然不跟你博 你看到台湾 立即就整个表出来 你又没有曾经对着 这个特区政府宣誓效忠过 是吧 有的 那他没有说不让你移的 是吧 可能太极班都还被你移 就是之后见到你这个情况 可能都即即刻扣分的 是吧 那去到最后就是 为不为了教你的班 然后之后 会搞到以后 将来走不了呢 那些人就可能会 因此就说不要搞了 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越搞呢 就是整个全香港的所有民生 所有其他所有城市都散了 有什么为呢 有什么看法呢 陈文康 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由去年年底开始左右 7月1号 港区港区港区法 实施了 然后就做了很多的功夫 不论就是对 这个社群人案等等那些 就是开头的先 比如刚才我来说 苹果日报也好 民阵也好 上面区议会也好 一直以来就是想香港人 觉得很烦 想香港人觉得很害怕 那两者虽然两者不同 但是最终就是 大家有个意向就是 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大家就走算了 不想跟你瘋了 不要在这里消磨自己人生 就是大家可能 那一座位都应该做的 但是如果要我长时间 要我花精神和心机 是不是 每天在这个困臭斗的局面之下 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些东西呢 那又不是完全不单 不是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岗位 但是最终的话 就是可能要花给过往 多一倍的精神和心机 甚至于时间和艾力的话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其实对于他们来计 是有一定的机会成本的 那那些可能就觉得 不如我都算了算了 都未必定到的了 那都先偷偷去外地 或者去外面行判了 那可能有些人走 以后都不回来了 那这个人之常情 也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体谅的 那最终希望目的也都达到了 那就是让大家觉得烦 大家觉得害怕 那就有可能一群人 那就离开香港 那都选择去另一个地方再生活 那当然啦 那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呢 那这个也都不可以担保的 那可能 就是 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回来的 香港会变成怎样 那可能东海会也有其他麻烦 那不过 就是总之这一刻的话呢 他就希望制造了这个环境出来 令到大家觉得很烦 很害怕 然后就离开 那这个可能是最短期的 就是以共产党的好 以现在的国家好 为了保住一个威权 威势 然后要做的一大堆的措施之日 那目标我相信 都是跟刚才说的 就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我觉得很大的问题 移民 就是事实上就是说 你见到他自己的所谓inconsistency 就是他不断是 很不就是 尋常地不断是 自己打自己的立场 是不是 那意思就是呢 你任何政治学的角度 都是说那句了 你有任何要流的血 就不过要流 一次过流掉它 是不是 就是 永远都是这样教你的 你就不会不断 持续地去做一个恐怖主义 和流血 你越是这样做呢 其实你是 正正是他自己制造 破坏他自己的整个 所谓统治 和整个地方的管治威信 这个是一个政治学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来的 是 所以去到最后 你见到现在这个时间 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说 你继续持续地 不断地在做这些事情 结果是原本令到 很多人是不会走的 这些全部是会走的 就是现在就是说 不是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个别的情况 以后就是大量的香港 是这样出途 然后就离开的了 那么 他所做的 就是跟着下去 就是所有你其他那些缸位 以及有关你想做的事情 维系着你的事情 那些人都不会继续留在那里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你这里散完之后 香港这样去十七九空 然后回到你其他的 自己中国大陆那些外资 都回到很担心你 然后离开 是不是 就是国际环境是这样 你自己希望去维持住 那个环境也是这样 你越是人家 当你是针对你的时候 你越是做一些事情 令到更加多人就是 本来想不理你吃花生 就是哎呀 只是普通生活 是不是 你都控制了一切 现在你制又改了 是不是 你什么都控制了 都还是要继续 不断持续地去流血 是不是 你好像香港现在的 有关于那些传媒 还做到多少什么报道呢 有些什么可以控制到你自己的东西 你回到一会儿 他也都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看到资讯科技的世界 你发码通 要通知就通知CNN CNN就扔你 是不是 香港的传媒去做了这些东西 所以 今时今日你见到的 就是香港的东西又动不了 然后你还是要继续令到香港 哇 每天是持续增大的问题 就是 你见到外国针对着你几个问题 有关于新疆 西藏 香港 是不是 跟着台湾 其实你少过火头 令到你中央政府少一点 要去和别人在这里角力 不是好事之力吗 你都控制了 为什么还要不断在这里搞呢 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连那些不得拉肩 就是 不是主谋的人士 连那些旁边的人 你都要用 这样的法律去对付他 你究竟为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 有些人所说 就是想把你的报纸 然后呢 整个香港就关门大家 很满意的 有什么看法 说你知我的动力收户 recipe 春年之后 我会浸冰水 特殊肌肉酸痛 还加 有浸吗 林记 你都听了 这个字呢 我没有记错 在五年前都 我怎么用 甚至大陆都不是怎么用的 就是可能一些很 洋版的文宣 他要讲回 可能马斯基的形态 或者武泽东的思想 可能都会拿出来的 都讲一下 那就是基本的论调 但是你见到 在过去那两三年 那开始慢慢多了 近这一两年就特别多了 近这一年的话 就是你整天都听到 不论是大陆的里面也好 又或者是你见香港也好 其实都是从一种很斗争的思维 甚至是要讲到明是斗争 寺到出来说是要斗争 那种方法来玩的 那这种的前提 就是很难是避免 有刚才所说的东西的 那你总之每天都要找一些敌人出来 那今天就可能找《零部日报》 那明天就找文静特卫 找支联会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斗 有些区员都可以斗一下 那你也要斗民区区员 就用这种思维来做出发 其实是我想一开始的斗争 大家看到大陆以来 就是最惨的斗争年代 大陆人都不会 政府都不会反对的 一定是文革的年代 那大家真的要想清楚 是不是想有一人 不论香港也好 大陆的社会也好 那回到那个年代呢 那我见香港很多人 其实都是在那个年代 从大陆到千辛万苦 就是偷渡也好 申请来的也好 总之来到香港 就叫做有点安乐茶 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有自己家庭 可以平安那几十年 到今时今日 大家是不是还要用这种想法 来做事呢 其实过去那几十年 大家是不是因为 避过了这么多斗争 然后香港就觉得 哎呦 年多大了 我们支持这些斗争 但是斗下去 斗人全都没有人 不会的 我回答你一下 那问题就是 他最终你这样斗与天 斗与地 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斗下去 斗出去 是不是人家没跟你斗 现在没轮到欧洲人 全世界不停跟你斗 你见到最新 拜登又出来讲 有记者问他 在这个日内瓦的时候 拜登就 有些人就 本身拜登是说 中国就在那儿 很努力地去尝试 将他们这些实力 去四围去投放 但是呢 北京就 现在需要 但是他现在在质问 北京政府 究竟是不是这个 疫情的冠状病 的来源 是不是开始第一次 美国政府自己 由总统自己 讲这些说话 然后呢 有记者就问他 会不会从这个习近平 作为一个老朋友 对老朋友的说法 去讲这个问题 拜登就 这么回答 他说 请直接 让我直接讲清楚 是的 我呢 就认识了他 很久 就是我认识了他一段时间 不过呢 我们就不是老朋友 我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 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这段说话 都是有着可圈可点 意思就是 就是呢 跟Donald Trump 都还是说 跟这个习近平是私人的好朋友 那种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是现在 拜登这种就是 落脸色的 他完全不是他朋友 是吧 就是完全就是这个 不是一个所谓的老朋友 对不起了 是吧 我们只是很单纯的工作关系 就是这个切割 就是听清楚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 他这样去讲 那说完这番说话之后 对回来大家知道 之后下去是怎样呢 就是继续是全世界 就是跟你针对 他自己讲的什么冷战思维 是不是 为什么充滴着 这个冷战思维 这个美欧市团最近 是讲什么说话 哎呀这个 自从我住欧洲市团在投诉 哎呀为什么呢 就全部都充滴着这个冷战思维 是不是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继续 人家对你有些事情不满意 你继续是将问题 继续放大它 那问题永远都是继续 越放越大 那可以怎样呢 这个就是 就是你当政者自己想想 是不是 你继续去跟别人去拗 对方就继续去跟你拗 还是你觉得 那是什么看法呢 有什么看法呢 因为大家 可能大家都应该还记得 在2002年的时候 因为九铁那个问题 那当时九铁的CEO 杨启燕 在写社会上 突然间就 跟当时九铁的主席 田北辰就说 搞情深口 是好朋友 那当时田北辰就马上 就是说 我们不是好朋友 也不是好深口的搞情 那这个我相信 很多香港人还记得 不过年轻一点的朋友 可能就没有认知这件事 没有见过 就是当日的电视画面 是多尴尬 那其实现在这个摆出来的情况 你见拜登这样讲 习近平都挺像的 虽然这个变成了国附国关系 就不是一间公司里面的关系 不是一个公共机构里面的关系 但是不过其实 都是两个人而已 那这两个人的话 一讲到 我们不是老友的话 其实都是一个 挺深长的意味 就是两者的关系 那我都知道 我都是有什么事情 一起去做 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些 在朋友之间 在做事的伙伴里面 产生的交情之间 是可以做到一些东西的话 那其实就很明显是没有的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谈 回来维多利亚 继续有一个林记者 柴文翰在这里 对了 那刚才就说起 拜登就不当习近平是旧朋友 说了一番说话 就真的突然间就将 我们这个纯粹的工作关系 或者商业关系 那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代表着美国那边 和中国那种的抹面的情况 柴文翰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前北辰当年 和某些人的抹面 然后呢 现在香港有关于 这个所谓的抹面 也有什么不同的故事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抹面的故事 但是我们再做一些比较 你见到这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 华人社会很着急 朋友的关系 也就是说关系的社会 以关系为主导的社会 例如说 我们见到有两个历史故事 我们见到 反而美国是会叫 一些人做老朋友 好朋友 通常是死了 说了死了 就最好了 最久了 例如说蔣经国 虽然台湾和美国 已经没有了国家关系 但是呢 当中国去世 我记得当年 美国政府那边 说这个是我 任何人的指点国 没理由 又有政府的总统 成为小马鹏 这个是我老朋友 好朋友 到宋美龄关身之后 再说一番说话 他是美国人民的亲民的朋友 这些呢 你见到 其实一在 华人的社会 一摆上来 说到朋友的关系 其实已经变了 一种 几特殊的层次 就算 可能外国人都会明白 一说到粉丝这件事 这个关系比较亲密的 在华人的社会是重视的 但是呢 如果你说 就是外国人 他说到 你不是朋友的话呢 那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事 那对华人的社会来说 我想要特别上手 要特别明白 究竟现在 大陆和美国的关系 是去到哪一个层次 那层次 那层次就是 大家都觉得 看看有什么 夹都没夹 夹不到都没计的 夹不到都没计的 夹不到就斗闹 那层次 但另一个问题就是这样说 意思就是 当你这个政府 做了这么多这类事情 就是跟他美国的宗旨 是相违背的时候 那有人说 他是你老有记 的情况之下 当然他就有个反应 喂大哥 事实就是有些东西 喂 大家的看法完全不同 南沿北车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继续是有些人 就是别有用心地去说 哎呀 你这个是老朋友来的 那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 大家的看法是不同 你就不能夹夹 就说两者是一样 尤其是当现在 那么多人在指控 外国那么多人 在指控习近平 以及这个政府 他们的不同的背景的时候 中这个时候去认他是我老有记 那么怎么行 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这里就显示了一个问题 其实当人家在指控 他做很多事情 你自己都是不同意的时候 那么当然就要讲清楚 他 如果不是到这些人就冤枉你了 这个是你老有记 做这些事情 你又有份的 这个最喜欢就是 透过朋友来冤枉你 这个就是 华人社会的另一种玩法 意思就是 当他动你不到 他没有办法 找到藉口去砌你 但是转头 转头就 你老有做过这些事情 然后就用这个方法来砌你 现在这个就是 很多人是很喜欢 倒过来这样来冤枉你 所以有些时候 即使和你这个政府 可能和他做好些生意 都很重要 但是对不起了 当你的负面那样东西 是远远大过你是正面的时候 那些人就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去认同 你这些说法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就是以前读书 那些老师 就见到有个同学 可能很差的 然后大家就都不出声 他犯了什么错 就算了 大家都懂的 大家同学都有关系 通常那些老师都会问的 特别是传统一辈的老师 这个是你的朋友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令他好知道他做什么 就是来到朋友的关系 但是不过现在去到 发展到一种 就是刚才我们讲外交 就是都麻烦了 在大陆那边 也跟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斗争的问题 那你对着一个朋友 你说外交要斗争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最后是要 就是对同一个朋友斗争的呢 你说这游戏很奥利给 我来看看怎么奥利给 什么鬼 投死的 咦 有鬼是 我不知道 有没有一些 可能知经国文家 那些人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就是亲密的朋友 会斗争你们 但是 以正常的人来说的话 就是你一方面又说 我要对外交斗争 这种各样 但是你一方面说人家是朋友 那我究竟是当一个朋友好 是保持着关系好 因为我保持着斗争的关系好 你怎么说是 我应该要找朋友来斗争 你坐好 是不是你要认识这个中国国情 就是中国说你是朋友的时候 你做得很快乐 就是中国要斗争的时候 你都应该要很快乐 这个就是 我应该看得起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就是整个问题 大家都非常清楚 他自己说的 很多自己的训练 以及他下面的那些说 就是说要2035 什么什么 2025 要去美国 那些时候大家就 不可以认真听 你听就是说 这个是别有用心 你就是故意去抹黑这个中国 那回头 你自己说 中国很强大 非常强大 然后令到大家全世界很震惊 你又有心别有用心 这个就是完全那种的 龙门自己搬来搬去 那同样道理 那你见到最近 有很多case 有关于这个疫苗问题 政府继续在复针 是吧 那谷来谷去好像都不太行 那去到呢 其实昨晚呢 开始这个 政府就有些报道 就是开始自爆 就是这个 10亿的这个疫苗 保障基金里面呢 直至6月10日 这个食物卫生局的透披露了 就接获了74宗的申索 有3宗是涉及这个背面炭 这个触发严重过敏 反应和住院治疗的个案 成功申索 判了45万的赔偿 终于承认有钱是赔出来了 是吧 那之后大家都留意到 前两天 就是有一单三分都说完 就是说这个22岁的 那个港大医科生 是吧 那这个医科生打完针之后 就结果 是吧 接着就是出现这个严重的问题 那政府呢 那些所谓专家 就看完这些case 就说哎呀不是 这个是很特别的个案来的 那些就是天生 那些那些 那些血管 那些就比较上是 就是特殊 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那之后就说 这个跟疫苗无关 喂大哥 任何人都可能 有这些所谓天生的特殊的一个现象 你又没有办法令他去查 你又没有办法令他去检查 出了事就说 这个是个特殊个案 接着就说不关这个疫苗事 喂 那你的问题就是 有多少人本身是特殊 你怎么知道呢 那这么不幸你是特殊的一个 就是中了一招 接着就说 哦那不幸你自己特殊 这些是不是很好的回应方式 有什么看法呢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那专家委员会 他自己说的 不是人家选择他 选择他 贴字进去 那专家委员会就说呢 那么就留意到呢 科兴疫苗呢 有若干贝尔免坦的报告 那么粗步分析那两者可能是存在 潜在的关联 那所以香港大学已经认 专家委员会的要求 开始一项研究 专家委员会的分析 贝尔免坦 和科兴疫苗的关联 这个就是我认识一番 港币的新闻昨日的报道 这个之前已经这么说的 现在再讲一次 又再确认一次 是啊 他讲一次了 那还说没关 那大家知道 每个人有反应不同 总可能有些人有事 那可能绝大部分都没有事 那就是一路以来 为什么港府 都是这么抗拒 说科兴疫苗有事 甚至可能大家看到 开头那一阵 不认之余 甚至跟你们说 赔钱机会都没什么 那大家不要想着 来赚钱 那种心态 很难让人理解 那有没有 没有没有 这个没必要去说 你们同样可以说 其他研会都有这些问题 但是不过 为什么特别要逃避 科兴疫苗这件事呢 那现在专家委员会这么说 那专家委员会 不知道是不是错的 还有一个就是83岁的老翁 打完科兴 第二天就中风病危 然后又有同样问题 本身是高血压 高胆 固醇和痛风 平日就不烟不走 尚算健康 但是呢 政府那头 你见到一些专家在说 哎呀不是呀 不代表生股不可以打的 接着他还要去看医生 这位老翁83岁 看完医生说可以打 打完之后就中风 然后现在就 就是严重问题了 接着就是 就是急症室 你见到就是这样的情况 大家就问一个问题了 那这些问谁陪呢 我想请问 你专家说打完没事 他去打完出了事 是不是 然后他现在反应就是 所以那些家属就骂了 不如我给45万 他们去打一针 是不是 中秋 中秋被人去打一针 喂 你看到那些医生肯说 都已经有多大胆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说过 其实医生肯说是很少数 但是他说 你会这样的 但是就没有说 打不打 打完之后 是没有叫大家打还是不打 我在我身边认识的人 很多人就想着 听政府说 问一下私家医生的意见 问一下家庭医生 更重要 可能看到你大的医生 问一下他的意见是怎样 最后呢 就出现这答案的疑问 是不会有打还是不打的 最多就是 你打有点不打就怎样 就是这个答案 今天终于有个医生 原来就说了 叫大家打了 就出事了 那要怎么搞呢 那医务委员会 是不是审讯这个医生呢 如果他这样搞的话 有个医生就是 是 医生说了 你可以打 不过最后你打了 出事了 你觉得医生要负责的吗 有些事情真的是天真 真的 他说你可以打 是的 不过打完之后 有什么事 他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东西吗 真的 他说 根据评估的风险 是没有风险的 根据医务委员会 最后结果就是 跟这个疫苗没有关系 是你个病事件 那医生 没有跟你做过什么检查 然后跟你说断股 他断股说完当然不需要负责任 是你以为他断股说完 就代表权威 你自己笨 不是 我们笨 那怎么说 打完之后 他又有 反对他 不过这位老人家 他自己就很想去中国大陆 继续 于是 为了回去中国大陆 于是有得打科兴 就很开心 打完之后 就很开心 终于可以回去了 然后翌日就在他家里运到 昏迷不醒 然后现在就送去医院 急诊室 证实中风 大脑左边坦 即时手术 然后多个器官衰竭 最后 又要呼吸机 又要强心针 最后就说没什么可以做到 只能吊着一条命 就算好得回 身体机能也恢复不了 所以现在终于可以自行呼吸 不需要再靠呼吸机 但是 去到最后这些例子就是 你有事先是没有任何方式 去检查到这些人 是不是适合打疫苗 接着那些人就觉得自己适合 接着你医生又觉得他适合 接着他就去打 打完出事 条命没了一半 现在的情况 那些家人就在那里 鬼实那么吵 那谁照顾他 就是家人照顾他 然后你政府帮到什么 帮不到任何东西 现在的情况就是 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家看到有事实是有这些问题 政府就不断否认有这些问题 而实际上真的发生了这些问题 那你怎么说 那些人 如果倒转去问 所谓家属在那里 说一个最基本的说话就是 你如果林郑的父母是在生 是不是 你是不是会被他自己去打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这些真是去到最终 为什么很多人对于 现在的疫苗的问题 就是你一年是不断不承认 有任何的副作用 第二也提供不到任何方式 去阻止 减少的副作用 就是你至少知道 它有什么原因 它会有副作用的 那你有得测试 是吧 你才去 当然不是 你又试不到 又不知道 就要断股 断股就叫大家去 有什么去出事 事后就不关我事 是你自己衰 22岁的医科生 哎呀你的微思血管本身 先天不正常 凡凡是说的 喂 喂 你先天不正常 既然是先天不正常 你承认他先天不正常 你本身事前是有办法去查得到 他 即是你既然明知道 原来他是先天不正常 那问题就是 你政府为什么没有任何机制去查到 任何人是先天不正常 而是叫他打呢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现在就是明知道 有一堆人是先天不正常 然后呢 在打完疫苗之后 会出现嚴重问题 你这个政府没有提供任何的方式 去帮助香港市民 去检查自己 是不是先天不正常 接着就叫你也是先天不正常 叫他自己去打 那很多人都觉得 喂 我不是很不正常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事实上是不同的 有些事情 譬如过敏反应的 本身譬如 我这个皮肤很敏感的 或者某些身体的部分 是特别敏感的 于是乎就 经常都有一些其他有过敏的反应 你叫一些人 我不知道 可能没关 没表现证据有关 就当没关 出了事之后就对不起了 你自己不幸了 你自己的事 你继续是这样的态度 怎样令人放心 那说起这个疫苗问题 就留意有一宗国际新闻的 就是法国说近日放宽 以接种疫苗的外国游客入境限制 但是中国的国产疫苗 仍然未获得许可 中国驻法国大使 就摆出姿态 就说声称将会对法国 取出对等的制裁 那问题就在这 究竟为什么 突然间就说什么 要制裁了 很多人怕我们一向都反对任何制裁 千万不要制裁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自己互相在制裁 我们就在讲解 他们在制裁着 不代表我们支持 千万不要制裁 那就是同样道理 就是你讲的制不制裁呢 我们就很惊讶的 因为呢 其实一讲起 究竟人可以拿着什么的疫苗 进去中国大陆呢 当然我们香港人众所周知 就是你打科兴呢 你就可以 就是所谓 就是透过他当你是认可 你的疫苗入境 你打復必泰呢 中国到现在都是不认可的 这个中国不认可復必泰 这一样东西 大家就是拗穿头到现在 整天都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的上海復星 就是说 你已经买起了的Biontech的疫苗 然后改名了 是不是 然后说买了一亿的所谓的疫苗 到现在呢 你自己都仍然是未许可的 那你不许可 那你又怎样可以 自己买起的疫苗 是一件事情 是吧 但是另一边呢 就说明了 到现在你都不许可的疫苗 那你为什么又去质疑 为什么人家发觉 不许可你的疫苗呢 就是你不许可 復必泰的疫苗 不许可你欧盟的疫苗 然后呢 同时间呢 就骂人家 不认可你中国的疫苗 跟着呢 因此人家说 不认可你呢 就要对等制裁 就将不会认可 这个欧盟的疫苗 那么问题就在 你认可过吗 就是如果你说你认可了 你认可了欧盟的疫苗 因此人家不认可你 那你然后呢 就发脾气 但是同样道理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自己也都不认可别人 别人也不认可你 那大家互相不承认对方 那不承认对方 为什么会变成制裁呢 我又完全是不明白 他在说什么 那么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 的官方社群的媒体 就指责这个 法国是不承认中国疫苗 且将中国或归这个疫情 橙色区域呢 是明显的政治操弄 那这里呢 就很奇怪了 就是别人不认可你的疫苗 就是一个政治操弄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回另一宗新闻 就是这个呢 就是4月21号的时候呢 就是中国就开始接受 美国现有的疫苗接种记录 来申请健康码 那这里也都出现这个问题了 看到就很奇怪了 就是原来呢 中国呢 是承认了美国的 就是可以用健康码入境 是吧 那之呢 美国去这个中国的游客 是需要呢 核酸和抗体检测的 相阴性证明呢 才可以申请这个健康码入境 那如果接种疫苗之后呢 抗体呈阳性呢 出示这个疫苗接种记录 也可以申请入境 包括呢 就是辉瑞 莫德纳和这个Johnson的疫苗 包括辉瑞 辉瑞是什么呢 辉瑞就是美国的 和Biontech的合资 然后呢 所谓叫辉瑞 但实际上呢 都是Biontech的疫苗来的 但是呢 Biontech疫苗呢 就是用辉瑞的名义 美国那边呢 就可以这样来申请入境 但是欧盟那边呢 没有说过 福必泰呢 没有说过 意思呢 其实是同一种疫苗 同样是德国的Biontech生产的 那么 跟着呢 原来在德国那边 就是这个叫做福必泰呢 是上海福星买了呢 就到现在都未承认 就是华尔街日报 还之前是报道过 就是中国的打算计划呢 在七月之前呢 才批准使用这个福必泰疫苗 你同一种疫苗 在美国叫辉瑞 它就可以兜个圈 在美国那只辉瑞那里 可以健康码呢 在美国那边就承认 如果是法国人呢 现在呢 他就会对等制裁 接着就不承认 那德国那边呢 不知道是否暂时 但是这个问题 都是同一种疫苗来的 那你说人家 觉得你那种疫苗不够安全 不批准你 是一个政治化的看法 同一种大家都认为 是安全的疫苗 而只不过是不同的名称 甚至还要现在福必泰 是你自己的上海福星去代理的 虽然 到现在都不承认 那这个是不是叫政治化呢 就是这个龙门 所以大家看到 香港的新闻 其实已经是 照版主管的引述 我们只是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同一种疫苗 是不是人家的福必泰 那种叫做beontact的疫苗 在德国的 在法国的 在美国的 在香港的 代理商是美国的 代理商是德国自己的 代理商是福星去代理的 的待遇居然是不同的 那 跟着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到 这个福必泰疫苗 在这个中国使用的 跟着又说就是过期了 那你政府有没有去尝试 去争取中国代表去尽快 或者不要搞政治化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尽快给这个福必泰可以承认呢 又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去到最后 大家看到所谓的奇妙到不得了 或者又说别人制裁你 然后你又要制裁别人 我们一直都说千万不要制裁 千万千万不要制裁 这个大家讲道理 解决问题 为什么要搞到要制裁呢 这个完全是很荒诞的 但是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也完全不理解 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些新闻看不出来 是拗无言的 跟着别人不承认你的疫苗 就说这是一个政治化 于是要制裁别人 但是从来中国自己 也不承认别人的疫苗 那谁是政治化呢 大家自己想一想 另外一顿大家都可能很紧张的 就是台山核电厂的问题 之前就觉得很惊讶地 不是说自虚乌弱灯 然后就说别人是老屈他 然后事隔几天 这个台山核电厂的昨天 其实就有一个声明的 就是这个中国的国家核安全局 就表示 其实就说这个台山核电厂 仍然在这儿运行 冷却剂就活化 这个方射性 比活度是上升 但仍然在这个所谓 允许的稳定运行的范围里面 就满足技术的规范要求 安全有保障 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的放射性的比活度 会上升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然后就自己去声称 这个原因就是 这个燃料棒破损有关 但燃料棒破损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所以 也是正常的 至于CNN报道 当局批准核电厂的外辐射检测的可接受限制 以避免停堆 中国那边的指控 就说这个是不熟实的报道 但也未作出有关的批准 或者这个去增加 就是检测的可接受范围 但是呢 审查批准是反应堆冷却剂 惰性气体放射性比活度的限制 以用于运作管理 就和这个核电厂外辐射检测是无关 就说这个报道的概念是错误 我相信你 这个错误 概念上有一个错误 但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要将所谓的比活度的限制 不断去放宽呢 或者有放宽度呢 现在他自己承认是有放宽度 我们不要 任何一只字都不错 不可以说不断 总之他现在 他承认是有放宽度的比活度 就是这个墨性气体放射性的比活度的限制 去方便管理 但去到最后 大家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为什么现在才要来放宽 去方便你们的管理呢 最初的时候你不知道的吗 最初安全标准订出来的时候 是怡气的吗 不是一开始订好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猜到 是什么情况之下 没理由走走走走 我忽然间不是 安全限制我们可以上升一下 放宽一点 就算你现在没有危险 长远而言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你的信心危机就是这样来的 你的政府面对着这些所谓质问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一个放宽 一个新能自由的地方 以往很多人就会问 为什么你要放宽他 你做什么事要放宽他 放宽他有什么目的 为什么你最初不做放宽 现在你才来放宽 有什么令到你现在的改变主义 令到你现在才去放宽 是吧 但是当然大家在目前的环境之下 在香港目前的新民自由之下 是吧 没有什么人想死的 是吧 就是这些问题 就是射死你之前 随时就是对不起 是因为你是违反国安法 国家安全 是吧 这些国家安全的东西 交给国家做了 是吧 千万不要问 你问了 就说你是这个小谷国家机密 又或者是有用心 或者是煽动 或者是颠覆 或者是 总之很多东西 就令到你国家安全 目前就不安全 是吧 所以香港人呢 就无端端端的 整天都说 很容易就令到你会违反这个国家安全 我说这句又不行的 说这句又变成 老屈你们 将国安法影响到很多香港市民 是吧 所以呢 影响到又不行 不影响到又不行 总之呢 他说行就行不行不行 这个是他们的要求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这个就是香港目前的问题 希望我们 还有很多声音可以继续讲到话 还有很多言论可以继续出版 回来四点钟的维多利亚 继续有林记 还有柴文汉 在那儿 刚刚又再生 又发生了一宗 就是所谓 玉华事件 这个就是日本 就是动画 这个《降之练金术师》的作者 又最近 又被大陆的网民 就翻炒 找回他十年前的旧作 指控他恶狗毛泽东 就是玉华 我对他其实不太明白的 就是 每一次把毛泽东 个人的事情 讲成一个就是玉华 就是你是不是 将毛泽东 所做过的事情 等同你中国人 所做过的事情 这个是不是代表着 就是这一点 就是等于 以后毛泽东所做过的 所有事情 你中国人要负上相同的责任 是不是代表着 这种情况呢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那些人 就是以往 尤其是 有些是经历过文革的 然后游水来香港的 又或者回来 那些时代 就离开中国大陆前来 这个万恶的殖民地的一个 就是受到 港英政府迫害的那班人来说 真的很想问一下 你们是不是要等同认同 这个毛泽东 他在任时候 所做的一切的 政策和措施呢 为什么 别人 就是嘲讽他 就等于嘲讽你整个中国 那怎么解释呢 有什么看法呢 陈文昂 毛泽东如果是的 都挺厉害的 应该列入这个世界 是名人来的 就是杀人 就是说 由中国内战开始 四十年对比 后来就成功绝拳 变成了收反 不反 再到大约将 然后到文革 想想有多少个人 就死了 如果是认为他那些 这些是万恶的外国石杀 一定就不关毛泽东 是 是 毛泽东 有 七公三个 对吧 是 是 谁说的 这些七公三个 就是几年前说的 就不要再说了 这么先人 有变了两个线 你随时看香港 将来的教科书 不敢写的 还会写什么七公三个 你真是傻的 千万不要这么说 又违反国安法 千万不要 现在写什么 全部是对的 三分五分是对的 大学分是对的 人员公司是对的 文革是对的 这些就是香港现在要说的 所以到最后 有些事情 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要帮这些人的行为 或者他以往的言行去背书 就即管做了 问题就是 当你见到这类的事情 继续去说 人家反无忍的欲华 去到最后 你看回对方的访问才好笑 其实我们之前都说过 有些人就 哎呀哪是 哪是那么夸张 这些事情没什么用的 但是最近也就是说 他们在6月17日 帖出日本杂志 就访问同一个作者 方春宏的内容 当时十年前 连在这个 他画这个漫画 《新迪珠》 他当时画这个漫画的时候 刚好就是这个 他说指控某个国家 那个国家 就是有很多 钢链的盗版的漫画 令到他非常苦虜 因为正版卖不出 所以就想画 这些东西 令到那个国家出不到 盗版的漫画 所以才画了毛泽东 让他们不能够出 出不到盗版 这个正正是 作者本人自己说 我们之前都说了 有些时候就是 日本的动画 或者日本的漫画 故意写一些 和中国踩线的 一些提材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想杜住你的盗版 所以有些时候 别人都说了 给你听 为什么要说毛泽东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所谓中国的 外国的网民 就要检讨一下 你们的行为 因为实际上 令到太多 这个危害国家安全 因为你不能盗人版 搞到人家要针对毛泽东 影响中国的声誉 所以要保住毛泽东的声誉 最简单 就是千万不要再盗人版 这个做法 才会令日本的作者 在这个修车之后 修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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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去挖虚毛泽东 有什么推法呢 另一话要彻底一点 就是给我们做他们 就应该要切割 全面盗版 每天都盗版 不是 这个切割就是完全不理 任何日本的文化 我们不看任何日本的动漫 应该 就是应该 就是当他们怪不 因为李嘉超就要切割 如果一样的话 那也是一样的一款 那跟教育人这样说 或者动漫 AB 甚至不应该看 所以他们都不应该碰 那你们自然就不会去玩 我们要发挥自己的精神 我们要拍自己的动漫 我们要拍自己的AV 就是这样才行 就是用这种的方法来 就是这样才行 就是这样不应该的事情 怎样可以呢 是不是这个影响中国声誉的行为 千万不能做 所以稍后要问一下 其实稍后可能 我们要去控告日本的漫画家 他画这些事情 稍后 为什么他画的才是正版 网民偷的 网民复印的 就不是这个盗版 那个逻辑 要搞清楚才行 今时今日的逻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 要帮他宣传 应该收回他的钱才是 不过他印制的东西 怎么可以 到过头说人家是盗版 怎么可以说 这个翻印就是盗版 这种逻辑 在中国大陆 这个就是 你本身这个行为 中国人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一个独立的行为 所以呢 大家要检查一下 有什么看法 都对的 因为就是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最好就是 大家有得抄 用回 当他们做广告 大家当他们宣传 只要我们抄你们 甚至就是要告你们 令到大家可以收回钱 然后就要祝福中国的经济 这个才是正路 最好那些日本所有的东西都抄袭过来 然后就叫做帮他们宣传 其实都是帮大家做一个形象工程 多少大陆人用 十几亿大陆人都用 用这种方法排队楼 用这种方法来帮他登记 这些大陆的登记很厉害 他可以随时帮很多不同的外国的牌子 拿了名字登记 然后撒偿 或者拿回钱 拿回名字 要别人给他用 他自己出的 用这种招待的东西好吗 所有的存款都是 有这个 例如中国生灵 有这个中国的通知 中国的什么动漫 中国的什么纪役 用这些方法来帮他处理 有这些方法来帮他处理 我相信绝对 又可以发明中国的经济 又可以令到中国人 你就是完全不理解这个中国的国情 就是中国的国情里面 所有的不好的文化 是不可以 登这个大雅之堂之外 是不让你做 比如最近那些动漫画 大规模被人封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不良意识 因为不良意识 日本那些很多东西有不良意识 所以他们全面去封杀 所以现在同样道理 你可能要剩下一些歌众党的文化 歌众党的动画 这些才可以做 这个就是面对着中国文化 现在他们自己的人在哭诉 哎呀 一方面的小粉红在投诉 为什么呢 什么都被人禁 好像早前南京那单 就是哭诉那单 就是这些所谓的 为什么某一些 有关于中国的大学 被人打 然后就在哭诉 但是之前那两年 他们就在证 香港警察做得好 所以这种的逻辑呢 是继续这样存在的 你有什么看法 嗯 被人打 那些自己 证明了 就是对了 就是最后 都是要靠抗争 令政府才屈服的 证明了 就是原来 他们最后 经历过某些事情之后 都发现了 是要做一些行为 是令到政府 觉得有压力 就是令到 有权力的人 是觉得有压力 然后才会 听他们的意见 这个过程 大陆的人应该 可能要经历多些 才能明白 如果不是的话 很难不明白 为什么人们不相信 党和国家 100%相信 党和国家 是不会有错误的 但是为什么 看到很多地方 大家 就算是江南京 那件事 例如有些地方 有些业务设施 那些人都是照样抗争的 然后不让人家的工厂 也好 大陆工厂也好 在附近开 例如那些化学厂 那些 那些都是靠抗争的 那是不是真的要经历过 这一类型的 受苦的情况 受影响 受到威力的情况 他们才是明白 怎样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令到当权的人 是可以听到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阿柴 你这个说法 这种说法 真的比较上是 高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他们的思维方式 就是一直说 我们不是香港的废青 我们这种做法 我们这种是 外国的小粉红 不同的 我们是跟香港那些废青 完全不同的 那些废青 打饱他们 我们很意爱中国 你是应该要爱护我的 但是人家眼中里面也是一样 你现在才知道 现在变成反党反华 整件事情就是大家 非常简单地 你以为自己姓赵 用大陆人的 平时的术语 意思就是 姓党 姓赵 赵家的人 就是所谓 就是共产党的人 你不是共产党的人 你以为你自己是共产党的人 或者你自以为 你只是共清权 或者低层次的共产党人 你就以为真正正正的 就是共产党的贵族 就是犯了 所以现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当然就是这些 红色贵族的东西 就是绝对 没有这样的事 意思 绝无此事 这个就是外界对共产党的一种误解 这种的误解 根深太固 就是代表他们比较红 比较爱国 就不代表他们 就是用这个贵族这个称呼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途性 所以大家又要戒一下 千万不要用太子党 这些事情 但是呢 如何称呼 又能够令到 能够大家理解呢 就是另一件问题 但是当然 现在整个香港 当然就是聚焦 就是说的 就不是那些什么 什么神周十二号 这段时间 那些新闻全部 我见 还排得先过《苹果日报》 这段新闻 我又不太明白 我可能不记得 就是从小到大看太空的东西 都可以 80年代 就是梅蘇两国不断的竞争 那美国就是发射 就是穿梭器 都可以每一次都 都落回地球轨 就可以 好像飞机那样不停外汇的 但是另一件事就是 苏联呢 就是发展一个长时间 在太空做研究 或者做实验的太空站 那和平河太空站 就是其中一个 专门的例子 那和平河太空站 我昨天看回 原来刚刚好像是35年前的历史 有些像昨天的新闻那一件 那为什么那一段新闻 会有这么多人关心的呢 其实35年前我小学 已经看见那些新闻 哪有什么人关心呢 是很多报纸关心 那两个人说的 就是科技和成就 苏共和中共 都应该差不多 都是共义 就是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中国做的 就是永远都是香的 人家那些 就是臭的 就是吃得到 和吃得到 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怎么可以混乱呢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就是美国 其实最近也在讲俄罗斯的问题 就是非常清楚地 就是挺好笑的 挺荒诞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和俄国最近的和会 那之后呢 就非常清楚地 就美国就将这个 中国的战略次序 是排先过俄罗斯 那所以呢 就特别是和这个俄国 普京 拜登和普京结束之后 也有很多人评计 包括连CNN 这个好笑的 就是呢 那些人经常说 CNN是非常亲拜登的 是吧 然后到过头 你看到CNN有丙 拜登就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和俄国 就是世界签的和会 基本上呢 就是等于 单方面答应了俄国的要求 是吧 那到过头呢 但是呢 Donald Trump当然就逢到这个 拜登七彩就说 这个呢 就等于是完全 就是只是益俄罗斯 那一方面 就是美国的目的 或者要达到的 全部是做不到 所以某程度上呢 就是他们在罵这个 但是 他们那边的解释 或者那边的亲民主党 或者美国那边的政府的解释 其实都在这里 其实都讲得很清楚的 就是现在 美国 就是两个 他们眼中的眼中钉 于是乎 就认为俄国 就是相对地的威胁性 是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呢 他们就将这个重心 真的太平洋 就不再放在大西洋 所以某程度上呢 就希望和这个俄国 达成了这个所谓的共识 希望呢 减少一些所谓的冲突 那到过头呢 就让俄国就故意 普京就在这个时候 就大赞中国 哇 这个呢 和中国的关系 历史上的最高位 有些很多中国人 就非常之开心 听到这个普京的称赞 就说呢 这个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那转过头 人家就想和美国 达成了一些共识 那美国就将重心 西回来中国 所以呢 其实你应该很自豪才是的 于是 哎呀 美国终于将这个所谓 首要大敌 首要的对手呢 就不再在俄罗斯那里了 再在中国那里了 那是不是一些所谓的 非常大的成就呢 有什么看法呢 陈文涵 我们也要看回普京 普京回到俄罗斯之后 都要见一下记者的 他对拜登的评价 是我想不到那么好 他甚至说到 拜登当然不会说 你很高大威胁 你很英明神武 那一只 不可能 他很识用字 回到英文 我看回美联社说 Tough Negotiator 一个很难搞的 谈判的对手 但是当然 跟一个难搞的 谈判的对手 不是说没有东西谈到的了 也就是讲几个钟头之后 也都会见到 大家对双方 至少不是 快面收场那一只 跟特朗普搞了很多场 在外交聚会 最后就可能 随时是直场中断 要半途要斩那一只 那应该是一定的成果 也都证明了 其实在外交上来说 俄罗斯也都本身跟美国 他在地缘政治 或者实际的利益 的冲突上面 跟美国现在 是将中华和美国 放了做首要的敌人 那种的想法 是撑了一串 因为本身可能在地缘政治上 大家要接着利益都不多 也都加上 北弱都没有说到 很特别去针对俄罗斯 除了可能矮过难的地方 也有些很传统的歷史问题 要处理之外 在今次两个大国的领袖 的见面的时候 很明显就是 发放了一个信息出来 这次跟大陆那边的情况 美国是可以更加 入中去对付它 所以为什么最后 大陆那些人 由第三者把口 来到他赞你 你又会觉得 这是好东西 是不是这么喜欢人赞的呢 有时候 人们赞我们 我都会害怕的 你无法赞我 最重要是 你的对手 搞完某些东西之后 然后说你们的关系好 然后你就觉得 原来有人正同我 你的对手 赞我一样 你做的东西 然后你觉得 那样东西是真的 是不是有些天真 俄罗斯是老友忌来的 怎样同呢 是不是 是不是老友忌 跟俄罗斯关系 有是朋友 有是敌人 有没有看过很清楚 俄罗斯对 比如早前 对中国人 在上年2020年的时候 最初有关于 疫情感染病毒病 爆发的时候 第一时间做隔离 然后一大串 连串 针对着华人的措施 当时 都不敢说 有些人 为什么又不是说 西方国家做的时候 就很大反应 即使少少点 就是企私 反应 反应 但是俄罗斯当时 连香港人都中招 他不管你 三七二十一 看到你特区护照 有中国的国会 然后视乎 就当是中国人 去处理 然后一个非常恶劣的 居住环境的隔离 然后有些香港人 就哭诉 当时你都死了 所以最终 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人家对你 华人是怎样 或者当时全面的 对你的华人是怎样 但是很奇怪 弹性的外国主义 永远都看不到这些事情 他只是看到 他们眼中 就是不想看到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情况 大家都非常清楚 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之下 最近有些所谓外电 在说一件事 非常奇怪的 就是在说 中国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 可能就会收敛一下 但是回头 这些所谓的小粉红的战狼外交 仍然是未收敛过 继续在那儿 就是在那儿 骂这个胡锡进 又骂这个 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些人 第一次就好像见到 就是过激的国族主义 首次成为这个中共的障碍 然后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草软巴闭 有些不同的评论和分析 尤其是大陆那些 亲大陆人的那些媒体 特别在那儿讨论一些东西 有什么看法呢 早前大陆那边的官方媒体都说 在外交上应该多用一些脑子 就不要在那儿冲来冲去 那当然说 你说精英群明明 那可能都会明明它是明的 那就做了多少 打个折扣 那可能和中学部 和最核心 在中共里面想起来的人 可能都撑一割 都打个折扣 去到最后一班 去到最前线的一班 在每日的网上 调歌论坛 等地方不停在那儿讲话的人 那些人他要收 是不是马上收到呢 就是想起这个故事 在想文革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和文革 那些关系 可能有一些似的形势 就是当年 毛泽东 就用了很多红卫兵出来 就搞不定 怎么办呢 那历史上面都说 告诉我们 不如叫他们在乡下那儿开发一下 是不是 他们下乡也好 总之就不要在北京搞里搞去 就请他们去全国的地方 发挥这个毛泽东的精神 继续贡献人民 那最后 有一班实体的人 就可以发放去一些 窮去平洋那儿开发而已 那网上面有什么可以开发呢 我不知道 那些不放在网上面的人 可以放在哪儿呢 如果他跟这个党和国家的老师不同的话 那是不是以后 不让他用电话 又不让他用电脑 封锁微信账户 不让他申请任何账户 是否用这些方法来去 令他们讲话呢 因为已经不再是1960年了 我刚才说到香港 但是那样 那又用什么办法来令白人消失 我才是想不到问题 因为这些事永远都是易请难受 你一点起了这些火 那网上就休想了 那网上就自己收声 很容易的 中共对于这些东西 要耳熟能长 对于此前南京的情况 捉几个 那些人就自己害怕 尤其是新政府人士 没有人会同情的 那721 现在的法庭有个判决 但当然大家都是一个非常之不满意 不是说这个判决本身 而是本身只是那么少数人 是会被这个控告 然后才会经过法庭程序 而这个法庭程序 大家也看到了 刚刚你遇到Eddie Yip Eddie Yip 都非常认真地处理很多里面的控诉问题 当时一个一路审讯以来 大家都听到这些报道 是不断忍不住笑的 是苦笑的 意思就是荒诞到你的控方 一直以来那种控告的方式 以及举证的方式 然后与个官去提醒 做很多不应该要做的事情 包括是否要保护证人 然后不断去就着控方 所提供的一些所谓的内容 然后他们所谓的辩护 或者控方不应该是辩护 控方的控告理由 变成好像辩护理由 就是常在闹这件事 接着 现在那些几个被告 那些 又说在这里屈林卓廷 这个第二被告 这个黄英杰的内容 比较有趣 意思就是 你知道了 法官表示 不同影片拍摄到 民主党时任立法会员 林卓廷在场 安慰在场人士 而非第二被告所指 是搞事 认为这个人的指责 是毫无道理 是吧 然后第二被告 只是指责黑衣人 和这个手持木棍 和藤条的白衣人 暂聚一起 并无指责他们 法官认为这个第二被告 是偏帮着白衣人 与白衣人暂聚一起 辩方 没有解释到 为什么第二被告 当时在环境 只是指责黑衣人 认为他的角色 是以鼓励者身份参与暴动 并有意伤害黑衣人 这些不关林卓廷那宗案的事情 但是到一会儿 都说完了 当时林卓廷 当时在这个现场的角色 大家就有时对于 这个所谓法庭程序 以及现在我们香港正正在 多少法治里面 靠着的那么多 黑暗中的烛光 有一两点的光辉 有些时候 真的很无奈 你有什么感想 正式的评论就不说了 有点感想 对于这个所谓案件 到现在这个时候 梁世道带着元朗 看到这件事都很伤心的了 都只是这件事 没有自己的想法 都将自己的想法 是并非集会 最多数个人的变化了 我相信大家都不要出来 自己最怨道的人 这整个情况 是有用人的智慧 希望这些东西 最终都有一天 是水落石出 可以用到一个 公平的历史答案 这个当然就是 想到历史答案 真的比较远 现在大家见得到 就是所谓 最好笑 也都最荒诞的 要由国法官再说的说话 被告说 如果要保卫家园 可以报警 是不需要慈慧到场 其实是否 反过来 这个行动本身就是最讽刺 报警 市民事后 报警 就是没有人到场 就是因为白衣人 真的一件事 就告诉市民 原来报警是没用的 但白衣人 就已经日记簿才知道 他用行为做了些事情 就是他知道 报警是没用 所以他没有用这个事情去做 然后就告诉你 黑衣人知道 告诉其他香港市民 原来报警是没用的 所以白衣人做了的事情 是没有人理他们的 这种真的非常荒诞 但也非常讽刺 由法庭去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都知道 721是报警 没有影没有钟 没有人力去处理 警方自己的港幅 当然了 今天大家的焦点仍然会 挤回苹果 以及你究竟还捱了多久 是不是被人来一定封艇 721前 是不是一定会用尽一切方法 令你开不了工 等等 大家都在说这些事情 但当然了 一直以来都是在说 其实政权的打压 用尽一切方法 罗列这个罪名 然后去控告你 这段时间是非常清楚明显的 当然就是一件 比较小小的 黑暗中的烛光 意思就是陈淑庄 刚刚宣布 今早的时候 罪名不成立 就说他违反限聚令那件事 相对其他的罪名 这件事就是小事 不过起码这件小事 都叫做 铐生砌也砌他不进 起码叫做开心的禁对 有什么看法呢? 这件案 大家真的要 由第一天开始看看 究竟是为什么会出来的 最令人的样像深刻的就是 他 那五千元怎么用蠔呢? 和家人吃餐蠔 你不在红黑呢? 他挖出来的方法 他就是透过《星道日报》 他说收到一些照片 和有些人告诉他们听 还有陈淑庄 还有陈淑庄 和一班人在某一间酒吧 都违反下聚令去喝酒 那件事当然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是吧? 因为当时 尤其是在最初的时候 有太多寒门的地方 太多大家都不知道 要怎么认识的地方 因为跟我们日常 生活习惯都挺难搞的 就是当初有很多 很特意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仍然挺猶身的 例如说哪些呢? 例如说在车里面计不计 在车里面 我不是开了一架车 例如有一个大一点的车 例如有一个火车 有几个人在那边聊天 那算不算? 我不是开车的 肯定不是交警和同事聊天 算不算? 有很多古古怪怪的事情 曾经都出现过 那酒吧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我公司也要聊天 是不是难道那班同事 坐在网上 那是公众地方 还是私人地方 如果我下集的话 然后他就说 下集了 他说你不是下集了 他说你下半集 他说你下半集 下半集 原来也不是下集的 他就下半集 那意思就是要议员办事处一阵 那你下半集 那你下半集 那些同事要收拾一下 聊一下 那都要停一停的 那我怎么都要 招你到门 不知道跟你说些什么 所以 可能他们的概念 那当然是什么 那你下半集 那你下半集 就不是正式的 你不做的 我要找你都找到的 所以是公众地方 那当然 那为什么呢 这些可能有些 涉及到以往 有关于公众地方的 裁决的时候 你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 说法呢 就跟之前有些 上色情嫁暴 意思就是 那些色情嫁暴 的走法律 那样东西 我关上房门 就是私人地方 基本上就可以 从事那些行业 然后就说 不行 这些情况 你仍然是一个 属于公众地方 不代表你 就这样 随便有道门 或者有些东西 就叫私人地方 这个不是这样的定义 但是 因此有了一个定义 然后再来拗这些 就见得到 其实见得到 其实拗什么 有什么好拗呢 整件事情 其实你说 根本由头到尾那件事 就是什么 要去酒吧 谈谈防疫资讯 或者要争取某些事情 你这个政府以往的做法 就像大公报的记者一样 就是 原来蔡聪明做这件事 就一定要打到底 然后一定要把它定罪 转过头 大公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同一个罪名 同一件事情 同一个官 接着的时候 主控说 我们要签保守行为 就不告到底了 这个律政司 还在做这个角色 为什么 一宗案里面 你要告到底 一宗案不告到底 这个是他属于这个律政司 这个主控官的一个 权限范围 他觉得 你这个态度良好 或者他觉得 非常之 有一个很贴切 对他的工作 令到他很舒服 于是 他就很舒服 那被外界的观感 就没有见到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香港的法治 现在被人去质疑 原因就是 同一种事情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判决 一个是有 留案底的判决 一个是不需要留案底的判决 大家就会问 为什么 亲政府就不用留案底 反政府就要留案底 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大家就看到 你什么叫政治检控 或者什么叫政治的定罪 就是 你以往常常有些人 尝试 法治就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可以去否认 现在是没有人敢去否认 原因就是很简单 一直都说 这个所谓律政司拥有的弹性 去决定 哪些去起诉 哪些不起诉 去到最后 决定哪些可以守行为 哪些不可以守行为 这些全部是他的弹性 而这个弹性本身 是不到任何人去质疑 或者挑战 所以呢 而造成对于法治的影响 就是律政司方面造成的 这个就是一个 即是 连官都没有权去说 你给他守行为 当然有官可以 我反对 我要去做 当然也有这个做法 但是实际上有很大的困难 为什么反对 但是跟着他有很多问题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当你连反对都没有反对 而继续去容许的时候 这个都是他的权限 所以大家 市民对于他们的官感 也是市民的权限范围里面 市民喜欢不相信 他绝对有这个自由 他有这个自由 但是 当然他去宣扬 然后呢 到时又从事 你又可以找些另外的罪去冤他 或者去告他 是另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面对着 也同一个问题 就是要和违法者 要切割 保安局 李李家超 对于这些所谓言行 有什么看法呢 大家一起问他 说回大公报的一单 我都在Facebook 都忍不住 其实我也很少要点comment 但真的忍不住 用回animal farm 他们的评言 我是animal are ego 但 some animals are more ego than others 有些动物 比其他动物 比其他动物平等 但其实大家都平等 所以他都挺合用的 我认为 感觉上 我认为是这样 为什么会和一单内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但是做出一个效果 就让人觉得 你站在某一边就有着数 这个是主观感觉来的 很难做 这个主观感觉 在香港到今日 我认为主观感觉都不会犯法的 所以我大胆可以这么说 不过警察那方面 口口声声 早一年前 不断在那里说 其实警察执法 都很公平的 例如我们都见到 有很多 原本是支持警察 有些过激的行为 例如相及一些 嗯 有其他意见的人 都要抓他们 以前口口声声 是这样说的 但是大公报这一单案之后 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 标准是怎么样 是抓了他们 但是未可能有两种的判决 有两种的判决 支持政府的媒体 反对你 他说没有两种的判决 你都没有经过法庭审讯 签保守行为 自己签署 他同意你 接着是撤控的 他都没有判决 整个派回程序 不过不是判决 OK 不关于公司的 你律政司负责好检控 然后他检控 最后我决定我不检控 然后我签保守行为 接着就算了 所以他不关于官司的 他同意你撤销起诉行为 接着你自己 签保守行为 所以不是法庭去判他的 所以他自己决定 这件事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 喂 这些情况就是 为什么律政司有这么大的权限 这个权限里面 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是可以这样做 有些人是不可以这样做 当然可能有些人 他坚持不认罪 他没有悔意 所以到最后 就有个不同的判决 他就硬硬去这样说 但是大家都心肚肚明 整件事情 就是这些所谓 能够难得地被人捉到 再指出他 然后他还要去检控 到船头 问回你阿布泰之前 那些被人海关捉 说有这么多商品说明 没有用到中文在寫的那些 请问现在有多少宗 之前投诉了 其他超市 有些类似产品的 真的检控了 有没有蓝店被人检控 到现在声音都没有声 这些全部都没有声气 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 限聚令 那些大妈舞 或者其他那些所谓的 就是亲政府的聚会 或者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组牌人兵党兵的 还有一大堆人在跳舞 全部是可以豁免的 为什么 我完全不明白 所以你说那些法例 去到今时今日 他喜欢做什么 基本上都任他做的 现在香港人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明知 就是那种荒诞的地步 所以你说 去到最后 你政府继续讲什么 大家就用一个这样的态度去对你 说你继续讲 市民信不信你才行 现在你还有没有公信力 去令市民信你才行 就问一下你自己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有什么看法 关键的就是 三百多人客家众会 在金字英光场上 那些狼仔的NB 慶祝中共建党 现在百周年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客家众会 客户众会都不入職 客户众会都不入職 客户众会都留意一下 其实在共产主义之下 去到最后这些组织 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那这个正正地 就是一个最明显 人家是摆明 基本上 可以拿正牌 去犯这些法例 但是就没有人去理他们 但是你试一下 不如有人戴上黄色口罩 然后就穿着黑衣 然后大家一起拍过 三百人的MV 一起来到香港 这几年的事 我想可能MV 未开机 都已经在今次 警方场外面 都不知道有多少警察 立刻抓你 还说这么多 那些记者不是没有跟进的 当时众新闻的人 去访问他 问警察方面 就是当时 有没有违法防疫限聚令 事先有没有向警方申请 有没有获批活动 有没有警员在场 这个警察公共关系 方回复是 警方不评论个别的活动 一般而言 警方执法时 是会按既定程序 及考虑实际情况 根据这个什么防疫 群组聚集的规例 599G 所定名的最后 采取适当的行动 跟着说 要防止扩散 除了执法之外 治律也非常重要 市民要遵守规例 做好防疫措施 减少社交活动 和避免到人多聚集的地方 提醒身边人的手法 现在他在提醒你要去执法 警察先生 在目前的公共 这个卫生面临危险的时候 共同为抗疫工作做出努力 我想请问有什么 是需要去跳那些所谓的艳舞 告诉大家 这个我衰 不是艳舞 所以他跳这个 这个客监司 我不像什么舞 跳什么舞 老人家喜欢跳的舞 于是乎就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一个防疫之下的一个问题 你就比较一下 为什么在酒吧聚集去说 如何去处理限聚令的问题 这个就是违法 就要检控到底 跟着几百人 光天化日之下 走去跳这些舞 然后以往经常说 不行 维园都很危险的 千万不能聚集的 任何人不可以点蠟燭 点蠟燭就会帮助病毒散发 大家都在露点地方 那龙门为什么这么摆法呢 大家都心知涂明 但是到最后 你继续说这些说话的时候 所伤害的 就是你自己整个政府 由上自下的所有公信力 因为你这样做 不断是这样做这些事情 以后说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就这么简单的 有什么看法 我又看看这个客属总会 有什么人 他是2011年成立的 用了众新闻那边的新闻 他说原来很厉害 要进入 他的成员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这个会员 就可以和这个全国人代代表 譚妙中一起做会员 前警务处处长邓警成 和立法会议员何君堯 全部都 对 黑街人给他试下入这个会员 我说难入 可能是要入点的 那些黑街人做听众 不如试下抵出一张表给他 看看他会否邀请他 一起跳这个350 350人 那个MV一下 一起跳 到时就可以把这个实况 给我们听 这些荒谬的 就是一边就说 你不要搞了 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 容易传播 但原来金字经广场 就可以防病毒 美国的金花这么厉害 金字经是否可以顶住病毒 封大家 这一单是调整一单 很有问题的问题 另一单 之所以要说 虽然他仍然在深述期间 但我纯粹熟从事件的陈述都要提 就是陈来庭 据西区区议会主席 他在去年8月7日 由于有些区议员非常关心 就是在西区活动场里面 搞华帝基因等等的测试 或者检验的场地就有问题 他用区议会条例 赋予权力 由他去决定 时间地点 在哪里开会 选择西区活动场外面那里 但是他收到一张 传票 说他违反限聚令之后 更加收到一个检控 就是说他组织 违反限聚令的活动 那这些我只是想看一下 究竟 区议会不是说豁免的 而是开会 来到区议会 哎,跳舞重要一点 怎会和呢 哎,真是 他们说跳舞行不行 我们其实不是整个开会 在这边跳舞 在这边开会 是否用这个方法才可以解决 又不行 又不是客属总会 要进入客属总会才行 就是找一些听众进入客属总会 不然之后大家大建议会 对方也好 或者大建议我们也好 搞不定 现在的情况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当香港现在 继续是用一种这样的心态去管治的时候 是不是 市民就很简单 就是已经去到就是 已经对于整个地方是死心 是不是 那你继续找董天华出来 再来说多几句 就说哎呀,不是啊 这个是最好的时候啊 就是很错啊 你觉得讲完有没有用呢 大家心中有数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都是那一句 就是 如果你香港的特区政府 有些东西是站硬一些 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有些东西应该可以做 有些东西不可以做 你绝对应该有能力 可以讲到或者做得到 或者是反映给中央知道 但是很对不起 现在的情况就是 很多东西是争着做 是不是 你自己 不单止是没有守好 这个一国两制 还要不断去 去将香港现在的所有事情 所谓的倒行逆施的事情 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将所有 根本上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继续 是一个完全不公正 不公平的方式去处理 结果就是 全部市民都没有了 就是走就走 散的散 你也要死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所谓躺平 是吧 经常说什么大陆那些躺平 现在香港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基本上 个个都是用一个这样的态度 对付政府的了 意思就是 你喜欢做什么都好 你说什么就说吧 其他人就不理你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的政府的命令 没法落到基层的原因就是这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 包括连亲政府那些人都不信 你把口说的说话 是吗 就是他们自己都不信的 你等于打疫苗问题 现在只是所谓反政府的人不信你吗 亲政府的人都不信你 所以他们都不打 那你说什么呢 还可以呢 除了你说 苏宇文或者蕭成正 他们要赶回大陆那些就打了 是吧 最近加上那个83岁 那个88 就是那宗Cage 因为赶回大陆 他眼中的大陆是回大陆 是吧 然后呢 接着结果打完之后就出事 那他家人现在就在那里 就是鼓吵了 为什么呢 是吧 硬不叫他不要打 是都要去打 打完出事了 正正就是中风了 接着呢 就手尾牆了 基本上是没得康复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的政府就 哎呀我赔十几万给你了 有什么意思呢 这些事情 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就是 大家想回历史 当年呢 1967年那样的暴动 当年 包括公园会等等 一些极左的团体 到处是不动私围之缘 到处是递炸弹 那其实港英政府在那个年代 即是有一个反应 就是跟社会的关系太远了 特别是跟基层的关系太远了 那所以就组织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来去联系基层 让他们知道 就是政府都都关心他们 还有什么可以跟政府都讲一下的 所以今天就是非常之 非常之威的分区会 其实也是之后 因此就成立 等政府和他们建立一个 就是地区的关系 网络 那这一类型的方法 就是过往用来 就是吸纳一些人 等别人可以 告诉政府发生什么事 连近政府和人之间的距离 但是现在 要整一下整一下 要跟别人切割的关系 要跟别人呢 你介绍讲的 是不是切割的 基本上 他那个意思是昨天这么说的 你今天买法平台日报 你都应该 是要被人切割的那种 用他的想法 但是实际上来说 对于管治 又是怎么做呢 是不是就是围着你自己身边的人 例如我们看到客属总会 是不是跳舞那一班 那用那一班的人作为一个标准 他们以后说什么 这个人以后说什么 用那种标准来作为政府施政 去了解基层也好 了解精英也好 了解一些可能是专业的团体也好 他的想法 你用这种方法是否可以呢 是否可以的 就是以我们看历史上来说 除非一些跟你相似 一个不同意见的人 他就算好笑好笑 否则的话 但是没什么可能 是可以令到公众去 去信服你整个政府之予 你去理解人家 为什么又不知道 最后政府可能 将来日有更加大的危机 是隐藏在社会上 都随时爆发的 又不知道 最终的就是自己来搞 我们不断重复的 就是国家都见过 香港最小的人 也都不少 经历过六七年前 六七年后的分别 最终的被大家见到 他那边在哪 但是今天走回来 大家继续什么都不理 其实他是政治冷感的 最后的理论是说 一个人是政治冷感 政府是想他这样的 但是我相信今时今日的政治冷感 和一九六七年的政治冷感 是两回事 现在的网络世界 当年最厉害是核心机 最多是更加厉害 黑白这件事 但是现在不是 人家在核心之上流通 他躺平也有了方法 本皮也有了方法 现在的想法还没回到 你到时可能公务员 就是本皮的 现在你宣誓了就死了 所以他紧急要你宣誓 意思是怕你本皮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好像前东欧国家 现在大陆自己在害怕的问题 就是你整个里面的人民 看不到出路 然后你继续依靠精神胜利法 是吧 说出来的精神胜利法 有没有人相信 第一问题 第二就是 就算精神胜利法 是有些人相信 但是绝大多数人 就是分享不到所谓的任何的成果 以及只是见到不断的被人 就是去损害他们的权益的时候 你觉得这种 就是他们叫割韭菜 是吧 那情况之下 还有没有人会继续坚持呢 香港现在同一个问题了 这个特区政府去到最后 你已经发现 其实西亚立法会 现在没有人是理的 那他自己所谓什么政策讨论 他自己都不理的 然后所有问题出事 你不停地狂出事 疯狂地出事 然后等于防疫问题 你继续疯狂出事 那些人就你说什么 事不知多少倍 工一半都没有 总之他做什么都没人相信 那现在你继续怎么去宣传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听到近期 有没有打针的数据 有没有谷到针 在这个政府一连串的谷针 有谷到多少呢 我想请问 他说多了一个多明显的百分比 然后就说 其实在香港打针 都不是很差的 就是两个地方 我们都是两个人 都连与新加坡 因为谷数一向都是这样的 我想说 你谷不谷都是这样的 那你叫相计谷下 给一些优惠的东西 所以大家开心的 但是不过 如果你说你说的几句话 不是唱对台的 就是让别人不去打针的 那我就说你一口少了 你再越说 别人不打针 这个就是完全见得到 你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 大家更加是不信服 等于你说限聚 为什么有些人是可以得署的例外 其他人就不行 其实现在见到很多东西 都已经有些人是不理他 譬如什么大妈母 那些照样跳 是吧 接着你见到一些公众机构 譬如大学 那些层面里面 那些人基本上 适合走来走去 基本上都不是很理政府 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继续 就是去到急着 譬如那些酒吧 或者那些所谓的餐厅 夜晚那里 虽然大家都相对是守规矩 但是在街上 那些人在那里吃饮喝酒 那些又脱了罩 是完全不理政府那一面的 所以 其实你现在的政府 就说 这叫松懈 但是那个松懈 当然来自于 第一是你有没有认真地去执法 有没有认真地去处理 那些问题 如果譬如你夜晚 在苏豪 或者在整个能居坊 你的政府长期有些人在那里 就是好像你把守住 就是平时有维园的把守的话 你觉得那些人敢不敢这样做 那问题就是 你当你政府自己 都是这样的执法的 本屁的标准 意思就是 譬如说那些餐厅 那些喝酒的地方 那些人是中二者 在街道继续这样聚集的 那到回头你又说 哎呀不是啊 我们地铁也是这样聚集也可以的 吃饭也是这样聚集也可以的 但是原来在维园这样聚集就不行的 那大家就会问 那你这个政府做什么 是不是有没有人相信你 整个政策的崩溃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去到底 现在整个政府已经无所谓了 他们都觉得 总之 就是你千万不要揭真相 中间崩溃就 发生什么事情 你总之都看不到 然后大家当没有事发生过 那就满声发大财 是吧 哪个把口多 继续去揭发这些事弊 那到时就针对你 这个所以 哎呀千万不要 大家对于这个 什么防疫政策的东西 交给政府呢 我们相信政府就可以了 政府做什么做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管了 千万不要这么多意见 是吧 好 首先恭喜你出了新歌 那这一首新歌 新的就是以一个new show的style去做call 那你给大家介绍这首歌 那其实今次这首歌就是我所有的第一首 上叉叉片 首次成功登记多得高 拿我们的网上辞职 演唱会电子门断 想听好歌 实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四点钟维讲 十四点钟维多利亚讲有我林忌 还有林浩基在这儿 那大家当然都是在说同一件事情的了 很多人都见到一些所谓外电报道 包括这个路透社 就引述前黎智英的顾问 Max Mark Simon 就讲了有关于苹果是倒数 可能几天内就要倒闭 之类的说法 由头到尾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 现在就是港共 就将这个苹果日报 好像就当是一个所谓的敌对的 报纸之后要全面去消灭它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的了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 其实不是的 还有很多方法的 包括什么网上的筹款 又或者你想着去海外做 或者各方面的情况 就是一份报纸而已 那你没事的 理论上你没办法全面去消灭你的 只不过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今次他都可以这样去移动一份 就是苹果然之后 就用这个借口去封你铺 下一次是怎样呢 意思有些人就是说 就算你想搬去海外 只不过是否会令到更多人受到牵连 包括就是说 这个是资助去什么活动 又这样那样 所以那个问题 就是一直以来讲的 就是所谓在香港运作的传媒 还有多少可以在香港运作 跟着下去 下一步 如果你全部被海外运作的时候 对方是不是封你网呢 还是去到最后 可能都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大家都知道 当然很多人 就面对着这个困境 就尽量能够做多少 做多少 能够在合法的范围里面 意思就是 以今日的法律来讲 我们看到这件事是合法的 那我们就做了 以前就是这一个合法的行为 但是明天的法律告诉我这个 是否合法 我真的不知道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是很悲哀的 意思就是 在香港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们没法知道 明天的法律里面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会不会犯法的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未来犯的问题 但是 有些人就继续 没有这些全部的危言总庭 完全在香港 一些人都没有 一些都不需要担心的 那些外师不需要担心的 那你就继续这样讲 现在我们引述你们的说法 你们自己自行判断了 有什么看法呢 林浩基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是搬到海外 有很多人说 那苹果其实可以过去台湾 那大家不要忘记 一样东西就是 苹果一早就已经过去台湾 但是因为做不住 所以卖了台湾的苹果出去 而且卖了之后 台湾的苹果独立经营之后 他们也拦不住那个姐妹 然后在早前就已经 整理了他们的姐妹部门 现在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网门 所以有些人就说 那台湾可以搬个 就是你这个苹果可以搬到台湾 那搬了过去台湾之后 是不是 是不是 立多一个新的苹果品牌 来和自己卖了那个苹果 他卖到完全 就是他最后想卖但卖不走 跟着就整件事台平 原来他自己控制之下 不过 那个问题就是台平的最大问题 就是消不了纸 于是乎成本是没有办法平衡到 于是他在产钱 意思就是台平 因为现在基本上是不买报纸 那你的经济的经验模式 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那以前就行会完制 就是想着一段时间 好像香港那样行会完制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香港是因为全部人 就是不是真的用一个买东西的心态 是一个支持的心态 所以香港的subscription 那个数字是惊人的 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包括以全世界的传媒来说 但是问题就是 在台湾是没有这个逼切性 以及台湾有替代品 以至于台湾譬如说 你陆营那些他有自己的自由时报 所以回头 他又回头觉得你这份东西 就是中间 就是魏君子 赤地境哪一边不知道 于是乎 陆营也不会支持你 蓝营也不会支持你 于是他在中间的一个角色 是非常之困难的去走 那这个就是台平的问题 但是问题当然就是 现在你说要搬走 比如说搬走论坛 搬走其他的所谓的引述外电的报道 搬走国际版 搬走其他东西 其实一点都不难的 但难在什么呢 就是难在香港的港民怎么做 当然你说有些外电也是 比如你看到自由眼修电台 他的总部是在美国的 那一份外电的报纸 有很多外电报纸 比如有些是德国的报纸 BBC是英国的报纸 他本身是英国的网站 他本身是一个外电的报道 然后他在香港看得到 没问题的 你要做这件事 但是要做港民 这个要照顾香港的记者 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意思就是 你今天可以被你这样开得到 就算被你现在开得到 但是对方这么粗 就找些东西去冤枉你 是一个 法律的风险 是一个无限大的未知数 于是乎 你这个又是勾结境外势力 一切也是他说的 大家就说 其实我们写一份报纸 或者是一个写的报道 香港还有什么 对方是否会再无穷无尽 去追杀到底 然后这么粗 又是把香港的法律 拉到最低的下限 这个就是大家所谓的担心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件事 就是香港那帮记者的生计 意思就是 你搬去台湾当然可以 如果你是有一个台湾的网站去经营的话 是吧 但是问题就是 你搬去之后 你不代表香港的工作可以过去工作 你要申请 你要全部逐一样做 而现时的台湾 无论他要批核你的速度 因为你本身台湾对自己的所谓的 自己的官员都要走人 是吧 意思就是他不让留在这里 第二 所以你所有的事情要做的话 好像东沙岛一件事 外电报道出来 就是台湾有个顾虑的 就是他全面去支援香港的这些运动 的话变成他自己 就是随时面对着一个对方 又会借一些意欲再进一步打压 那当然 是不是你不做任何事情 对方不代表不打压你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计算 作为一个要捍卫他自己地方的人 去计算他自己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有什么看法呢? 是呀 其实最重要的是 大家不要忘记的一件事 就是苹果日报受到任何一个打压 无论是大还是小 都一定会上报纸 如果是一般做生意的人 你得罪了某些中共权贵之后 受到中共权贵的打压 那在这些情况下 你的知名对 你的受触目的情况 予予不及苹果 如果连苹果都可以受到这些打压 那你们自己普通做生意的人 受到的是什么情况 所以其实苹果日报是一个很重要的 指标性的一个事件 就是当日这个香港政府 他为了这个要消灭苹果日报 然后将这个苹果日报的资产 去凍结了 不让他做这个交易 打算用这个方法 可以令到这个苹果日报 不住 然后要宣布清本 但是都发觉原来 苹果日报有大量的现金在 然后他本身的现金 已经足够支持半年运作 于是现在变本加厉害 然后再重处出益 令到你整个资金流 直接转去 然后凍结所有的现金 现金财产 等到你没办法 等到你真的没办法 用这种方法来说 最好笑 努复局副局长出来说 何启明 哎呀不是呀 你仍然是要根据勞工法去付钱 喂 那你一方面是冻结人资产 一方面就是你要去付钱 怎样付钱 就是你摆明 你政府的态度就是一个烂仔流民 是吧 意思就是我一方面是封了你的荷包 一方面就是为何你不付钱 那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荒担的方法 方式来的 如果你是以往的话 那肯定是要去申请 就是解冻了 现在他正在申请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 目前香港的法治有多少 能够做到多少 大家各自心中有自己的判断和有数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一方面就是 你被人冻结资产是你的错 是吧 他冻结你是你的错 然后你给不到钱也是你的错 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那还有些人就担心 哎呀 譬如说一些发行商 其他那些 喂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尝试要去迟些收钱 会不会变成一个 就是被人指控 我又是一个资助你的行动 又是一个串谋 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全部东西 就制造一个所谓的 完全的害怕和寒蟬的效应 但是问题就是 其实从一个政治上 我仍然是不太明白他们这种所谓的作风和做法 意思就是 你要封了它 你便直接用尽一切的方式 就一次过在门口 整条风底封了它便算了 就是一个政治学的角度是这样的 你现在越搞 越是在拖延 然后越是将这件事情 就变成一个长篇剧 其实对于你整个政府的一个架构和民望 都是一个更加大的伤害 意思就是 你继续不断在那里 不断慢慢在那里拖延这个过程 在对海外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说 对于一个非常恶意的对宣传 就是对宣传香港 意思就是 香港变成一种漫长的 对付一个新闻机构的方式 将会变成一种连续的 全世界直播 于是对于香港的伤害 是一个无限大的伤害 但是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继续觉得这件事没问题 有什么看法 OK 这件事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特别 是的,即是如果你政府是直接用一个政治理由,说你说的东西不对,我们政府口味,于是扑风了去 那些外资公司说不定,可能都会觉得,因为你是一间媒体机构,所以会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 在一个极权国家里面做生意,其实我们会遇到有这个风险在这里 所以所产生出来的冲击不会真的这么大 但是现在你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要逼他,即是用一个逼令自然死亡的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明明就是你要逼死他,但是你就要强行做成一个好像自然死亡 因为你肥佬你给不起钱,出不了粮,还不了钱,所以被人清本 那为什么出不了粮,还不了钱,因为我冻结了你所有资金 所以到最后所有问题都是什么,是你的问题 那现在就会变成是政府用商业的方法来达成他的一个政治目的 这样对香港整个营商环境的冲击就会大过你 真的用一个政治理由来加害一间传媒机构,多很多 而且你在这里整色整水搞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将这一宗明明只是一日的新闻 变成连续销几个月的一宗这样的大新闻 你搞完这么多东西之后,大家会真的觉得这个 哦,肥佬你最后收拾了这个苹果日报 是因为肥佬你经营不适吗,不会有这个想法的 大家只会看到是什么,就是你政府用这种方法来逼这个苹果日报破产 是你干涉言论自由,你干涉新闻自由,你粗毛 这个就是预备紧的,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说 就是这样风是没什么政治冲击,两个政治冲击都有 但是现在是政治冲击加商业冲击,意思就是政治冲击原本就是政治风险 正如你所说,于是有一个政治风险的政治冲击 那些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 但是当政治问题牵涉到一个商业随时可以封你户口 月皎这些月,就是踩入商业的一条界里面 然后对一间上市公司都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对待 大家就会问,今天你可以这样去对待一间上市公司 第二天是否会另一个方法去对付另一些上市公司 他不喜欢你的情况之下 很容易激怒中国的,现在你知道大家都是 譬如你看到一些外资很害怕的,他们都觉得不是 随时都肉滑的,然后好像屈臣屎的蒸馏水 突然间,哎呀不是,这个要全线回收的 因为喜欢香港很美都不行的,所以你看到现在香港 面对着那种全面的封锁 这种封锁绝对是对于你整个政府不断宣传 一共两制,讲人之讲,不讲的,下面那些是吧 一共两制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意思就是说 这样下去大家会看到不是,这样搞法很难搞的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就是说,现在不断 很惊人地是做一些事情是用石头去摘自己的脚 做什么呢?是吧?大家都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你现在想继续保持着香港,你轻过去闭耀 是令到大家不要再相信外国对香港那些抢衰的行为 是吧?那你就慢慢地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然后尽量去缓舒缓一些所谓的问题 现在看到的就是说,譬如好像苹果 这几个月大家都见得到,很多问题已经是 哎呀,你说不喜欢叫什么肺炎,不就不说了,是吧? 你不喜欢什么,我们说少两句吧,是吧?一大堆 哎呀,你不喜欢什么,不报了 但去到不住,总之说给大家听,就算你怎样 那条移动怎样的线,对方是要置诛你死地 那个做法一样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去到最终 你看到香港,它是要消灭你的传媒的时候,是吧? 那当然,如果你连苹果消灭完之后,跟着就动你立场之旅,是吧? 动其他那些会报道的那些传媒,然后用尽一切方法去全面封掉它 但当你封掉那些传媒之后,是吧? 你到最后你觉得那些人会因此,就会去信任你,相信你,然后听你那支笛吗? 还是去到最后就是一个全面你政府做任何事都不会相信你的地图? 这个呢,就是,这条算,这条数是怎么计算是完全是不明白他们的想什么 还是去到最后就是,喂,不管了,是吧?要应付上意,上意说要做什么,就做完它,是吧? 做完它不行,就找人来逮捕咯,下个情况是这样的情况,你有什么看法呢? 是啊,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香港政府到最后就是所有的够胆说话,所有的够胆报道新闻的媒体全部封掉之后 那到最后就好像当年苏联那样咯,真理报里面找不到真理咯 那你的媒体的公信力,你的建立方法不是你政府怎样将所有竞争对手,所有敢报道真相的媒体封掉它 而是你,而是你真的要去做一个公正辞明的报道 令到大家愿意相信你,就算是你支持那边犯了错误,你仍然是会如实报道的 这样才可以获取公众的信任,那到最后大家不信你了,那结果是怎样?结果就好像大陆那些媒体那样咯 但中共建政下,由1949年到现在都这么多年了,你们大陆的人真的有信过大陆自己的媒体吗? 真的有信过你这些官媒党媒吗?其实是没有的,但他们表面上会告诉你,我相信你,那你就继续在那里操控 那到最后,那香港所有本地媒体被你赶尽杀绝,那到最后大家就只会去看外媒 然后你下一步要怎样做?把外媒全部都赶走,然后令到香港连外媒都没办法生存 然后还在那里告诉人,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知道快点来了,所以我们没有本地媒体也没有这个外媒体 虽然我们会移动这个上市公司,我们会漠视这个小股东的权益,为了达成一些政治迫害的理由 然后我们会用一个商业手段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外资快点来了,我们在我们这里投资很安全的 尽管在国安法里面,根本就会扶审这一样东西,我可以为了责钱,然后将你这些外资公司出药高高 用国安法国际上法庭,但是你们要来了,这种方法真的可以宣传到我们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之前还说要搞那些什么,国际仲裁中心啊,搞完一大陆这些大陆国 到最后,其实我们香港政府打算要达成的一个什么目的呢? 为了这个国家安全四个字,就是我们连香港很美,这一句话我们都没得说的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说香港很肉酸,国家安全就可以够得住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逻辑,为什么中国的国家安全是要用香港而美的这种东西来达成的呢? 你不要误他,这个就是他说,他不让你说很美,但是没有让你说不美的 就是你永远都理解到这个中国的一个很奇妙的,很神话地 亦都非常很高超的一种,说错事,不是神话,是非常高超的一种逻辑 这种高超的逻辑就是告诉大家,你不可以做A,不代表你不可以做B 意思就是,总之一个错误就是你本身 那个问题就是首先你的问题,你不够爱国 总之做什么都是你的错,对方做什么都可以,总之你做就不行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分别,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问题 就是绝对不是一个事的问题,是吧? 所以现在的报道也是,有些什么传媒报道呢? 就是共产党的报纸做什么都没问题的,是吧? 到过来,如果是苹果,就全部都是他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看到这里了 当然了,大家也要应付,也要理解到 就是在未来的情况之下,可以是更多更加差的情况的 所以这些更多更加差的情况,或者他们觉得不是这个非常好的情况的话 是会继续这样下去的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都问 那你怎样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怎样去生存呢? 问题当然就是大家尽力去做 能够有多少就做到多少,是吧? 仍之后面对着压力的时候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一直以来 大家很多时候面对着这种的一个环境之下,是吧? 很多事情,大家就会问 那些极权国家里面的地方 好些人怎么处理,怎么去应付这些问题,是吧? 那么问题就是,当然就是你要知道那个禁区,是吧? 那个禁区有多少,然后面对着禁区的时候 你能够做到多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 去做好你想良心 能够守得住的地方 这个叫做道德的抗战 这个是人生的意义一课,恩海国 今天没禁的这课书,是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面对着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能够在你的努力的范围里面 能够说到你自己所做到想做的事情 那么当然有些人就说 喂,那当然有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在那个环境之下,尽量去怎么办 但是这个情况也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在海外,是吧? 有些人觉得在海外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对于一些言论自由的问题 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一道理 在海外的话,也只是把问题推辞的 你香港的环境如果是全面地可以去到一个零的时候 到一会儿,这个问题就会指向你 是不是连海外的那些都要封住 其实你会看到什么香港约章的 那些已经被人禁止了,是吧? 所以接下来,高负联网随时借一些意去封住 这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是吧? 所以去到最后,就是你所有的计算 计算你只能够计算一个非常短的时间 几个月,或者是一年半载,是吧? 如果去到将来之后,你是海外 然后香港的东西是看不到的 那你那个东西怎样营运在海外的媒体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 这个是一个香港人现在面对的一个情况 以及是可以恶化到什么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是吧? 就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尝试 有不同的努力 在一个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 做到自己能够想做的事極限,是吧? 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所做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 每一次选择都是追射 一会儿才做到路 就笑了他家 但不老友 对他学习,更多自己 每天看着眼前的选择 那何时才想想退休的自己? 马明,马上玩永明金庸 帮你筹划退休 结合强积金健康保障资产增值 分阶段实现退休目标 今天退休,从此不用取捨 永明金庸,令到退休筹划 好,OK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最大学院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 那我介绍一下自己 是啊,我自己本身就长期在海外那里 我自己也很清楚 在海外有些事情是你真的可以做到 但不是每一样东西你都有办法做到 即是我在台湾我可以调控香港 来到去保育那一个固跡 但是不代表每一件事你都有办法在海外那里做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那一件事就是 资源分配的一个问题 就是哪些事情是我们只能够在香港做的 哪些资源是一定要留在香港 而哪些资源我们一定要移去海外 作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保存和运用 那这些其实没有办法 就是一概而论 不是说发生了任何一件事 哎呀,那你立刻移到海外就好了 那你立刻移到台湾,移到哪里就好了 那不要办法就是这样一概而议论 这个世界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意义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一个这样的极权政府 用尽一切方式去打压 这个其一,其二就是在疫情之下 在全球环球的疫情之下 我们在香港有一件事是事实 现在有一个叫幸运 那幸运就是在于我们的疫情是没有莫化到的 因为角色是一个Delta变重 即是你见到英国已经是大反扑 令到它原本想放宽也放宽不到 然后又有过曼的确诊 那现在当然大家要讲的 我可能接着会写的 今天会写一篇报明天登的稿 就是要讲你有关于这个疫情的问题了 以此就是你现在见到譬如某些疫苗 做出来的抗体科兴 少复必泰很多 那么问题就是 你知道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去阻止病毒的变种流传 一个最大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抗体 但是现在一些人终于在这里说 不是的,港大研究 看到科兴为什么不够抗体 说抗体的数字是远低于复必泰 其实是见不到所谓的有效的数字 但是也是非常害怕 基本上是不够的 那你如果说经常要打疫苗 然后去改善这个所谓的抗体抗力 或者令到传民的一个免疫 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多些复必泰呢 再不要再在这里搞科兴呢 而传了很久 说7月份 就是中国大陆是可以 这个复必泰有机会 可能是得到这个批文呢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呢 你现在这个很简单的问题 那你政府是不是也要预告一下 或者有这方面去帮手 哎呦不是啊 原来中国大陆也有机会 会批准这个复必泰的 你是不是要去催一下它呢 是不是要争取一下这一样东西呢 有什么看法呢 没问题 是啊 基本上这个复必泰的抗疫能力比科兴好很多 这个是预料中之时 因为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 尤其是你这个科兴 科兴又好 国药又好 这两种疫苗它们都是灭无疫苗 它们用的是一个原始的 这个武汉品种的病毒株来制作 那现在基本上 你在世界上已经找不到武汉病毒株了 你找到的全部都是那些新人的变种 最流行的就是英国啊 印度啊这些 那些新变种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 那你用的灭无疫苗 它的保护能力是有限的 这个是大家科学界一早就已经知道 这个是一个疫苗上面 所造成的一个最大的限制 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打狼疫苗呢 不可以一击打完就算 就是因为变种的问题而已 所以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科兴疫苗 真的没办法再提供保护力 特别是刚刚有一宗 这个深圳过来的一个感染过案 它身上带着的就是这个 这个印度什么 Delta变种 Delta变种 回来四点钟的维多利亚港 有我林冀 还有林浩基在这里 刚才我说这个 印度的Delta变种的一个问题 那你讲到一半了 那现在炸断你那个病 不好意思 继续讲回 究竟Delta变种想说什么呢 是啊 这个 case最恐怖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染疫者 它本身是已经接种了 两剂的这个科兴疫苗 但是它仍然会受到 这个新型Delta变种 就是印度变种的一个感染 然后也都将这个感染 带了进来香港 所以其实我可以看到一样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 用一个疫苗护照的一个方式 一个疫苗气包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是跟欧盟的一个准质 而是跟大陆的一个准质 我们承认了科兴 承认了国药 他们的保护能力不足 又说呢 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香港如果没有打伏必泰的人 他们的保护力 是没有办法去抵抗到 这些能够克服到 这个灭活疫苗的变种病毒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香港就会有一个新的疫情 就会在那些已经接种了 科兴疫苗的群体里面兴起 特别是会打科兴疫苗 和会打伏必泰疫苗的人 很明显是区分了 两种不同的族群 大家都知道他们代表 代表的人是什么人 所以这个会变成一个 不是一个随机损失 而是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群聚感染的一个问题 就是通常在某一些区下 大家知道某一些政治取向的人 特别多的 他们通常会比较偏偏偏偏打科兴疫苗 如果这个印度变种下 再传入香港的时候 那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缺口 就是我们被那些已经打了科兴 被打了国药疫苗的人入境 但是他们身上是带着一个 可以传染的病毒 然后也都将这个病毒传染 进入香港的社群入境 那你说我刚刚打了科兴 起码一样的 他们不会变成重症 但未打那些人又不敢又怎样呢 那是不是会造成一个 香港新一轮感染的一个风险呢 会不会造成香港很大量人口死亡的一个风险呢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香港要面对一个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所以究竟我们 我们不知道继续施打科兴疫苗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应该要继续推行下去呢 就是当我们一直在那里打了一个有效率只有五成的疫苗的时候 然后打完第二剂下 然后现在又可能又要打第三剂 将来说不定要打第四剂 那这个会不会造成一个无止尽的一个风险 还是确实我们全部打了科兴的 都叫他们回来再補多一剂服务就算了 就是这个政府应该一定要去考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决定用一剂有效的疫苗和一剂无效的疫苗 去保护香港市民的时候 那么我们究竟 就是我们究竟应该要怎么去处理那些打了无效疫苗的人呢 打完之后整个公共安全的一个缺口就是 所以你见到很惊人的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隔离政策仍然是非常严格的 意思就是说 欧盟刚刚最近又取消了对香港的需要抵捕 就是香港的人士去到这个欧盟是不再需要做一个隔离的 但是反过来香港人去完欧盟回香港是要隔离21日的 这个是一个最不同的一个所谓的措施 但是问题就是这里 意思就是说 你当摆明的一个所谓完全不同的政策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譬如中国大陆那里 来香港譬如说这个什么回港二啊 来港二啊 他又要搞那些 那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当中国大陆继续有疫症的时候 你继续搞这件事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 第二 就算你现在这一刻 在中国大陆那里的疫症 就是数字好像控制得到的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如果是Delta的大爆发 你那些打国药和科兴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例子 证明了是不合理的 在一个所谓感染 这些所谓更加厉害的问题里面 所以如果那里一次过是 中国大陆那边再大爆 这个大爆发就是说 你这些打完疫苗是不合理的 是抵抗不了的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 你一个政府要搞一个群体免疫的话 很自然地 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肯定是要尽快去 就是令到香港要打多些更厉害的疫苗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MRNA疫苗 意思就是为什么它更厉害的 因为它打完之后的抗体是多些的 你就不要再在香港宣传说 哎呀 怕这个什么情况之下 怕副作用呢 就应该要打科兴 喂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完全是不肯定一个问题来的 你如果觉得怕副作用 你应该就尽量去说服它 如何令到它相信 你现在要有抗体 你不是随便打一支针下去 然后打完针就很安全 你现在的问题 有些人经常以为打完针就安全 但对不起 你见到研究数据 告诉大家就是 抗体是不够的 抗体是远少过 有一个打完的复遍态 所以你要做的 就不是追求打了多少人的数字 而是希望整体 香港的一个所谓 香港人里面 大部分人是拥有一个高抗体 那你才能够做到一个群体免疫 这是一个真正要去追求的数字 就不是 哎呀 我们打了多少百万人 那多少百万人 甚至最后的数字 是等于香港人口的 但是 你如果不是 好像你见到好像 像智利啊 你好像见到其他一些 就是专门打很多科兴的国家 但是最后仍然是不断去感染受罪 不停去剧争的国家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数字 那当然见到台湾就忽然之间 就是一个 一个周媒里面 就所有好像疫苗问题都解决了 是没有 先有这个 郭台铭和这个 卓英文谈好 是没有 然后就去买一千剂的Biontech 一千万剂的Biontech 是没有 然后呢 还要美国再额外送多 百多万剂的这个 这个莫德纳出来 然后有250万剂的莫德纳 是没有 我见到你好像都是有些 投诉对于台湾那边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台湾 台湾买疫苗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特别是陈时中之前 已经正式在国会里面承认了 其实台湾和海外 疫苗公司 签的合约里面 是没有这个到货要求的 就是你不会要求你到货的地点 是什么 要求什么时候要到货 要求要报到多少剂 全部都没有这些相关要求 所以其实很自然的一件事 就是当这个疫苗公不认求的时候 那些疫苗厂是不会供货给台湾 所以为什么台湾拿几千万 给了钱 使用率已经到八成九成 但是他们 到现在真的买回来的疫苗是零下 然后到现在我们所拥有的疫苗 全部都是靠捐赠回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场 当然台湾政府 之后他们在疫情接触之后 大概要怎样去和选民解释 就会很影响下一次的一个选举的一个选情 这个也是一个民主制度最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至少一件事 你政府会犯错 你政府会做得不好 然后我们会有办法去监制 也有得解释 意思就是说 人家很简单的 当疫苗在抢的时候 你又不是特别有钱 你又不是特别有这个power 于是乎 人家摆明知道 买东西给你又可能是一个政治压力 人家未必想买给你 而台湾的问题 跟香港现在我们的人 有些公司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 你想买 不是说你有钱就卖得到 人家不想买给你 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所以你说 台湾当然就是他们自己之前 很多东西吹捧到上天 然后当有些东西不是一个真正 像上天的表现的时候 跟着重要事实上有些东西犯错的时候 所以就变成失落和失望 跟着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 意思就是 你没有一个初期的一个 优良的防疫制度的话 或者优良的防疫表现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期望 但你一开始做完这么多东西之后 吹到上天 哇 真是世界第一了 转过头发现 原来很多东西都是幸运的 很多东西是腐轮的 那你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但是又要这么看 腐轮凡腐轮 人家捐给你 你拿得到 那你就拿 现在的情况也同样道理 为什么会有这一样东西 其实你要硬硬说 我要这么说 意思就是说有两个东西 第一 你买得辛苦 当然是有一个政治压力在里面的 这个是事实了承认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政治压力 回到头 就令到有些其他的国家 就会捐赠给你 那这个呢 是一个一二二二三的问题 因为一连串的事件 造成的结果 所以你又不能够抽空来说 哎呀不是呀 就是靠别人的捐赠 这个捐赠 当然是来自一个 跟你买不到疫苗的原因 一模一样 就是来自一个政治压力 四个词 有政治压力 导致你买不到疫苗 那别人有另外的人 去同情来捐赠给你 这个是一个同一个事件的 一连串后面的后续来的 你就不能够抽空 他就说 你要靠别人捐 然后就这样是非常差的事情 这个当然就是 这一点 你没得这么说 但当然你可以说 政府是否可以做得好些呢 是否可以一早的时候 有些好这个planning 是否可以一早的时候 有很多其他额外的方法 去收购这个疫苗 不需要 去到像别人那样谈好 还要去喂你吃的时候 你还要 就是要不要样样 不要圆了 一大轮才说 哎呀很难得的 总统虎拍板了 然后就去马了 那是否这样的观感 是否会那么差呢 是否这样的情况呢 林浩基 是啊 是啊 很明显一样东西 就是台湾 台湾执政党那方面 就是很想将这个疫苗问题 慢慢变回 一个有你自己的政治数 这个很正常的 如果我自己做总统 有说我都会这样做的 因为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你的专长就是正业 你稳定的方法就是政治 这个不可以怪他 但起码一样的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说服到选民 令到选民相信你 真的将人民 就是将自己的 就是一个选民的利益 放在一个优势的一个位置 而不是自己的一个政治利益 就是你怎么去操作这个政治议题 令到他真的 真的可以变成一个 有利自己的一个方向 这个就是一个民主政治 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无论你做的 是好事还是坏事 到最终你就是要 要跟选民解释清楚 然后令到选民愿意去相信你 愿意去信服你 你可以完全做完所有的事 每一件事都是坏事 然后每一件事都是自私自利 但是到最后 你如果能够令到选民 能够信服 然后能够令到选民满意的话 那么其实你仍然可以得到分 但是你可以每件事 你都是一个优国优民 做尽好事 但是选民不愿意信任你 你都没有办法可以 跟选民解释到的 那么你到最后就是失分 这个就是一个民主政治 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件事 一件事的好坏 最终就是决定于 办法可以取信于公正 公正 所以整件事有没有 就是由一开始 就已经保持着一个 高的一个透明度 令到大家都能够 了解到整件事 究竟是怎么发生 都最后可以同情到你的 一个立场 和同情到你的一个处计 这个就是由一开始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 给人民知道更多的一个消息 你愿不愿意 你和这个人民 分享更多的 政府已经拥有的一些资讯 而不是将它变成一个 好像自己拥有的一些公司 就是一个私有财产 利用这个资讯落差 来做一个这样的赌注 这个是一个政治的赌博 到最后 当然就是看 在这个选民自己 在投票的一刻 他愿不愿意去相信你 这些全部都会 在一个最实际的选择上面 表达到出来 相对于我们 真的去看香港 你无论做好事 好事也好 坏事也好 我们香港人民 是没有能力去知道 你政府在做了些什么 政府的透明度 是必然是零的 他就算说了这些说话 我们也不可能去查证 你是真还是假 我们现有的查证方法 也都全都被政府封杀了 但你真的去查证的话 政府会告你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无论政策 就封锁查证他 是吧 证明是道理 所以无论是好事也好 我们也知道 假设你是做什么业怀的事 因为你不需要跟我们 你不能够这样假设他的 总之就是 那些人 市民怎么看 我不可以让你这样假设 我们不停很愿意去相信政府 但不是个个人相信 我们尽力的 没办法的 意思就是 你继续这样说 你每天都会说什么 选择选拟制度 我们不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 然后我们没有打算打压他 但你所做的行为 是不是这样呢 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判断 各自有自己的判断 怎么看 你这些事情 就等你自己问你自己 等于举个例子 读上年6月20号 湯家驊说的那句话 就算有些人 在报纸上写文 要求制裁中国 都绝对是不违反国安法的 上年6月20号的报道 湯家驊行政会议成员 资深大律师 你看完这句话的时候 你以为 这句话是什么 游衰外国制裁 香港不构成颠覆政权 不过对不住 现在说 不是颠覆政权 不过是分裂国家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到最后 你看到这些所谓的说法 然后再看回当年的报道 这些权威 原来好像纸一样 转过头 就全部像张湖一样 爆破的泡沫 突然间就发现了论派 一年之后 一年内实施这个法律里面 就发现了 香港这么多人 一天可以创新50万 一个所谓消止数字的报纸 一夜间突然间可以说 要封艇 要倒闭 你给一下当年胡仙案 记不记得 胡仙案 还有没有人记得胡仙案 当年梁爱斯不肯告 因为 哎呀 星岛如果有万一有什么事 影响很多人的那份收入 影响很多新闻工作者 所以 告不告这是一个 就是律政史的一个决定 当年不能够去告一份报纸 怕一份报纸会倒闭 怕一个传会倒闭 会影响很多人的饭碗 所以就不告胡仙 但对今时今日 就可以不理三七二十一 理得你全部人是饿死 跟着一直要去 用尽一切封锁户口 然后不让你出粮 这个就是香港最大的差异 但你继续是做这些事情 每一天都有这类的所谓 政治新闻是不断地冲出来的时候 当你政府 你等着回来 你问这两天 有没有人在这里讨论 哎呀消费券很正啊 有钱分啊很开心啊 有没有这种喜悦啊 是不是 这个就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有钱拿拿拿拿拿 走了 不会因此而感恩 多谢 哎呀波叔好异 给你钱啊 这个就是完全 你政府自己想不知 好像什么 天公不知多少号 那些 然后有些什么 梁振英在那里 为什么那些人 苹果不是很关心 这个中国的什么呢 然后就 故意不报的 这些事情 好像讲到这样的情况 有些所谓的疑虑 但是对不起 这些时间 你问你身边 有多少人有兴趣 去关心这类的技术问题 还是去到最后 已经发现 就是无论你这个政府 如何去宣传任何事情 大家都是好不好 不要跟你说 已经去到一个无公信力的地步 等于立法会议 以前立法会议 每次的人都很紧张 有什么新的法律 有什么讨论 香港将来之后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规划 全部会想的 去到今时今日 你都要死了 你怎么做 你喜欢说什么 没有人听 已经变成一个 完全对于整个社会 一切封闭 你喜欢说什么都行 你喜欢说 任何你说 饱他 因为大家都已经不很想来 这是一个最大的分别 有什么看法 对啊 就是一句说话 哀莫大于心死 你已经来到这个地步 大家过去 仍然会对政府有要求 然后会去骂你 会去复促你 会去监视你 不是去监督你 其实最重要的是 那样东西 就是大家仍然对香港 有一个信心在 大家仍然希望香港 可以变好 所以才会紧张 你才会去说 坦白说一句 香港人是去哪里 去哪里 没有办法不见得到 香港是一个商业城市 商业城市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你在里面居住的人 基本上你在全世界 你都可以生活得到 你在全世界 你都能有办法生存下去 所以在其他国家来说 他们的移民问题 虽然会有移民问题 但是不会有 像香港那样 那么夸张的 那么严重 那么明显的 对于香港人来说 很简单 如果真的有问题 我没办法再去改变香港 任何事 那么我便会有一个更加适合我居住的地方 然后大家便带钱到这里离开 毕竟商人 就是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会到处走的 要不然你怎么做生意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说真的一句 如果你真的令到大家都 对香港已经没有了希望 没有了这个戏技 大家对香港没有了未来的一个感觉 然后大家便走 离开了之后没有了香港人 香港还是一个香港人 香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香港 香港为什么会成功 靠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没有了香港人 那你剩下来的全部都是大陆人 那你就在上海 天津 一大堆的大陆人过来香港 然后令香港变成他们的地方 那么到最后 香港会变成什么 变成第二个上海 变成第二个天津 那么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还有任何意义存在吗 还有任何好处存在吗 你大陆那么大闲 你真的要吃成个大饼 香港吃那个芝麻绿豆 是一个小点 那么你多一点有什么意义呢 你这一点是真的要发光发量 你靠的是要香港人 但是你香港政府就要想尽办法去趕着香港人 令到香港人没办法再对这个地方产生未来 对未来的一个想像 对未来的一个其他 大家放弃了 大家要走 连我们认为我们自己住的地方很漂亮 我们都不敢说了 那么你让香港来 靠那帮大陆人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整个笑话来想 就是当年 你十年前跟你说 香港人要抢购乌神使精楼水 你是不是真的吓死 是不是完全 吓死人 这个说话 意思是 左交骂爆你了 有什么可能啊 就是成哥的资产 是吧 成哥的一个有关于他的品牌 就是一个牌子 有什么可能呢 会成为一个要抢购的对象 但是现在香港就封 封到这个地步 连乌神使都会被人封 都说要下架 不敢卖 因为就写了一些所谓的敏感词 但是这些报道也很荒诞 荒诞到就是 有什么敏感词都不敢说 有什么敏感词 香港很漂亮 原来是有敏感词 如果连这些说话 都说有一个敏感词 就死定了 现在的情况 香港就是这样的情况 香港在一个什么地方 不能说 香港美不美不可以 香港什么情况 不可以说 全部说成就是一个 随时会被人逮捕 随时被人封 那么你 一个这样窒息的环境之下 你觉得期望 一个所谓的社会管治的成本 将会提高到什么地步 还有什么 大家都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当所有东西都已经在你掌握之下 你还要去到收紧到一个什么的地步 完全是很难理解的 但问题就是 继续用这种思维方式 是否继续这样做 香港人就是主要 要么就离开 要么就接受 但当然随时说离开都不行 随时你知道那种水的问题 因为有些东西就说到 就算在哪里 这样都不能说 也可能宣传离开香港 这是一个不能说的说话 以后可能移民公司 要被人禁止 随时都变成一个鲜滑 随时很难搞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大家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 但是当然台湾 你看到有关于 最新说有七个台湾驻港的官员 都要离开香港 是因为被逼签一宗的同义书 对这种东西有什么看法 林浩基 是的 这个很有趣 我们都已经完全无言 尤其是我有朋友 是台湾驻港机构的本地雇员 他们都说 我问他现在最新的情况 他都说 我都是要等星期一看完记者招待会 我才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整件事都挺诡异 因为这件事不是突然发生 但是为什么整个反应会 是那么突然 然后完全没有做任何准备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 是不是不是 这个台湾政府公布的 这么单纯的一件事 这个真的要慢慢再看一下 之后的一个发展才知道 但是起码一件事就是 你香港政府究竟 为什么一定要逼台湾政府 就是逼台湾的人 去签这份一宗同义书 那么台湾政府 又没有逼你这个 香港 派台湾的官员 签这个一宗同义书 但是这个一宗就是中华民国 那样 那没有嘛 那别人没有要求你 那你为什么要硬要求 别人去做这些什么 所以其实整件事 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台湾 这个香港政府 做了一些很多余 一些很无谓的一些事 而这些事根本是对 你是明知 台湾那边不可能接受 我相信不单止这个民进党政府 没有可能接受 要签这一份这样的同义书 如果是换做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我相信国民党政府 也都没有可能真的签得下去 因为这一份同义书 基本上等同于 人家自己宣布自己 忘了改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离谱 很荒谬的一件事 但是香港政府 就要做了出来 那你做了出来之后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明知人家一定会 就是你会幻想 其实台湾政府 到最后都会签了去的 然后台湾的外交官员 是会承认自己 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这个是没可能的事 所以你还在 这个大陆政府 还在这儿 不停地说 我们应该要走回 九二共识 一中国表 那你一中国表 有没有别人去国表 那你有没有尊重别人的国表 那这个机会 你只是要别人一中 就好像一国两制一日 到最后实施起来的时候 就是只有一国 没有两制 就是中共做的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我们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都只能听一半 就是大家在笑香港人 看一篇长文的话 那我们只能看第一句 和最后一句 中间那些不看 在中共讲的话 我们只能看前面那一半 不可以看后面那一半 因为后面那一半 他们一定不会 对自己无理的地方 他们一定会答应 这个就是和中共 沟通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所以今次 就是今次 台湾切回官员 虽然很特殊 但是 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件事 但是起碼一件事 就是他们这样做 会不会有人觉得 台湾政府反应过度 我相信也不会有 特别像之前这个G7 那样 澳洲政府直接 把一大大文件 最轻的中共 被澳洲政府恐吓 就这样扔出来 最后通劫等于是吗 对啊 大家看完之后 会谈成哪个 就是肯定不肯定 搞到立即那些法国佬 跟着议帝佬 都说 不是搞了 是不是 我们都支持你了 今天 欢迎大家收听 四点钟的维多利亚讲 有我林记 还有林好基 今天林郑月娥被记者 问了一些问题 都有很多记者 除了苹果以外 即现在没有了苹果的记者以外 还有些记者仍然是继续 很努力地在做很多事情 真的 在高额环境之下 大家真的要欣赏一下 然后这个所谓特区政府 今天有关于被问到 苹果日报 会不会解冻资产的时候 就说 会按这个国安法严肃执法 就不会令这个法律 虚设 警方在行动前 一定做足证据搜集 是吧 如果警方每一次都会做足 就不会经常在法庭被官罵 是吧 然后呢 当然就有很多事情 就为什么721到现在都这么不足 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 当然个别例子 我们是不会讨论的 大家都知道他会说什么 是吧 所以现在的情况 有关于香港的 所谓有些人还在拗 就是这个 什么什么 刑同 这个 不可以刑同虚设 或者什么要严肃认真处理 又不可以 就是做这些解法 是浪费 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等于你说毁磅官司 或者你说其他任何的问题 是吧 你说人家一篇报道是假新闻 你便指出他是假新闻 你说那篇报道有些东西是违法的 你便即时指出 要求他立即删除 是吧 或者即时抓人 就将有关相关负责人 就抓了他 你现在是猪狗族 你是说因为有边 所以一个网站里面 有些报道 或者有些言论 那些言论是违反你的法律 然后就将他全部资产凍结 然后整个机后 二千多人全部叫他倒闭 让他逼到他倒闭为止 这个是什么的做法呢 是吧 即假设你一间银行 他违反了这个制裁令 然后呢 即是或者以前 跟着你说 我们现在立即就要 你现在 立即就要抓人封艇 然后全间银行的 所有资产凍结 然后所有里面的户口全部凍结 然后你所有用户 所有有关的事 全部不管都是死 这个是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 是猪狗族 是猪连狗族 猪连十族甚至 意思就是呢 一个报纸里面有一个人 或者有一篇文章 写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说 借故来将他放到无限大 然后令到他倒闭为止 大家都知道 是想这间上市公司的服务去倒闭 非常清楚的 打开口牌 总之就是想他倒闭 所以 那你就继续做这些事情 人在做天在看 你做这些事情 然后继续坚持 没有这些没有问题 千万不要 这个不要令他认同虚切 所以一开始说 国安法很厉害的 危言耸停 不停在这儿无限放大 抹黑 纵伤国安法 到国安法真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哎呀你千万不要令他认同虚切 大家都心肢肚明 这些事情 所以你说看上年6月20日的时候 湯家驊说的那些说话 再放进来今天看 大家真是 得淡笑 当时还要指控 这个大律师公会 说这个大律师公会 是无限放大某些问题 你现在看看 这个是否叫无限放大某些问题 阿平估的职工 就是 面对着这个问题 就问一下湯家驊 你有什么回应 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们用同一个比较去看 现在是不是在大陆 有一个官员贪污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要全体解散 现在中共 你这样说 又说你这个是违反国安法 千奇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讲清楚他 千奇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 不可能这件事不合情理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不是的 他说现在很有情理 他坚持很有情理 那你是不是要解释 这是不合情理的 千奇不能这样做 不要说任何一个藉口 不是的 阿林很怕做话 你是想他解释 没有这样的事 千奇完全不同意 千奇不要说这些话 有没有答不答清楚他 这个同等的一个比喻 所以可以很明显见到 整个比例 整个合理性 其实是完全说不通的 你要去执行这个国安法 你说苹果日报 某些报道 做了这些事情 或者是苹果日报 甚至乎是勾结海外势力 我信应你的说法 就是信应你政府的说法 苹果日报勾结海外势力 那你明明去封了 就是凍结了相关的财产 你不是用这种方法 至少一样东西就是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这里 他到现在所提出的某些证据 都是指控有些人串谋 做某些这样的事情 他声称 但是问题就是 你都知道的 你串什么谋 这个是将串谋最无限放大 之前用湯家驊去年的说法 串谋要证明的元素 就是你要证明他本身有个行动 然后要说明他互相有个协调 你现在回来 你有什么证据他们有个协调 你只是指控他某些文章做这种事情 所以去到最终你未有任何事 未审先判 就已经是立即是将他全部 是凍结了所有东西 凍结了他所有的户口 然后就要抓人封谋 令到全部人 其他人都没有人敢再做 然后就倒闭 这个就是令到他倒闭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大家都有眼看的 但是去到尾 这些时候还要继续去否认 说完这些说话 那你就自己继续中伤你自己的公信力 就是刚刚才两天前 就是早两天前就说 哎呀 大家我不管你有什么政治训练 总之都是要打疫苗 总之要打疫苗 你说你有什么用呢 你觉得你说完 有没有人相信你才可以 就是当你每一天 都是说这些谈话的时候 不断是将我们 在讲最基本的问题 去问你的时候 那今天他有些进步 要讲一下 除了这个所谓《苹果日报》的问题之外 今天有记者很勇敢 去问一下林郑月娥一条问题 就是问他 这个室内最多可以有180人 的所谓社交距离措施 但是室内只限4个人 那为什么 这个所谓的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毒 是户外传播力是有限的 研究一直都这么显示的 为什么向市民解释 为什么室内就可以180人 室内就可以180人 室内就只有4个人 最多 接着林郑月娥就说 社交距离的措施决定 并非只见基于科学 要考虑什么 要考虑包括疫情 活动性质 社会需要 这句非常之令人曖昧 会觉得 比如在室内做些不等死的聚会 是比我们香港的示威 结社 集会的自由 你现在就把我们香港的示威 结社 集会的自由 放到极低 这个等于是没有价值的 这个人权是没有价值的 而回来 某些组织的 某些 比如在室内做不止180人的事情 宗教聚会 你就觉得这个是超级有价值的 那你是不是将我们香港 基本法里面 28条29条里面的内容 是你自己重新演绎过 编排哪个重要 哪个不重要 去到最后 你就见到所谓 我们香港的人权 最终是不重要的 用回林郑月娥的一个比喻 用回来 这个是所谓社会需要 社会需要由谁决定 是由我们市民决定 还是由你决定 是吧 他代表我们决定 所以到最终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就告诉你们 我们讲疫苗有问题的时候 就说大家请科学些 建基于科学 现在回来 限聚令 就不是建基于科学的 这个是政府所讲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指出个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 林郑月娥 是故意 要将限聚令围持在四个人 令到香港人 失去这个集会结社 以及结社可以结 可以失去这个集会示威游行的一个权利 就是他要所做的 因为他认为这个事不重要 社会需要 他讲的 建基于社会需要 要考虑这个疫情社会需要 这个疫情是什么 疫情告诉你 整个非常清楚 为什么室内有110人 不是建基于科学 非常清楚的 现在这个是他自己自认的 但当你去自认的时候 你为什么frame我 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香港第一 为什么有些人很憎恨记者 就是因为有些人做了这些事情 大家只要问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然后最后就全部得出这些答案 有什么看法 是啊 这个香港政府 这个限聚令由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摆明 他真正的目的 不是为了防疫 大家还记得去年的7-1 不是未来的7-1 这个香港政府 就已经曾经用这个和不和平 来作为 给不给你 就是实不实行这个限聚令 就是实不实行这个限聚令的其中一个 理由 这个警察说明 如果你们这个民阵 就是一个和平示威的话 那我们 我们又不会用限聚令 又不让你集会 那如果你有暴力的话 那我们就不同的说法 那当时的说法 是啊 要补充当时他就是 他不会采取行动 但是他不是他不会的 事后也都告诉你 大家听听了全部事后 就把你拘捕了 所以是一个trap 大家清楚了 就是整件事就是这样的 他没有说过不拘捕你 他就是我不会当时即时制止你 那你最终于就可以继续犯法 就是犯完法就帮我拘捕你 那是什么情况 就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同样道理 就是总之呢 他们执不执法呢 是弹性处理的 检不检控呢 是弹性处理的 是吧 然后呢 最终他要钉死你 都是弹性处理的 现在就看到非常清楚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最终大家不要对着这样的政权 你不应该这样做的 是吧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呢 你不是这样说的 转头又说你是要善动颠覆 什么什么 绝对没有什么意思是吧 意思就是 去到最终当你自己面对着 一些不断说的大话 而导致于公信力 是跌到谷底 是没有人相信你 于是乎你的政府是全部难行 是你什么都做出来 是全部是走路打路 现在呢 就是去到一个悲哀的地步 就是政府做任何事情 我们一定要完想 是吧 就是呢 大家要打疫苗 是吧 那些事情要送钱给你 那些勉强才是多的 而且是那些贪心的人 大部分其他人都是理得你死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政府继续是这样做 你的公信力低落是继续下去 到时最后要负担回那个臭果的 都是你的政府本身 是吧 当然你说我们香港市民一起的损失 是啊 但问题是那些人就理得你 就是倒下来就不会再相信你 就是真的信 怎样信得过你呢 你说的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态度 说任何东西的解释都是这样的态度 那本来说谎都完全不眨眼了 那你就继续这样说 谁相信你呢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如果是法庭上面有个这样的证人 每天说这些说话 你觉得谁会相信呢 完全是法官会相信你 是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同样道理 你继续是说这些说话 然后天天是说这些大话 不断是说大话 是吧 大家就问 限制令为什么啊 不是我们是为了这个疫情 为了什么什么 转过头 不是啊 这个就是科学 不是唯一的考量 是说这些说话 有谁相信你吗 有什么看法 基本上我疑我甚至乎 现在都可以预测一下 就是会不会是将来这个疫情 真的全球都已经解决了的时候 全球都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这个疫情措施的时候 香港的限制令 分分钟仍然 仍然会继续存在 是的 人家很有技巧的 不要看低人家 是吧 到时呢 就要想一条新的法律 出来整式拯除去烂制你了 就怎样 怎样再继续用这个限制令 是吧 到时就可以推翻限制令 去压操最限制令 是吧 可以到法庭到最后 喂 其实都没有疫情了 还搞什么限制令 当然法庭可能就说 究竟这个限制令的决定 我有没有权去审议呢 那又是问这个问题 即使它非常不合理 不过呢 我又没有权了 到时又坐在那儿了 所以呢 但是对方现在有了立法会 他任开 然后呢 他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呢 你不需要为他担心 他一定是有方法去新的限制你 令你继续是没有办事不集会的 等于我们所谓的言论自由一样 是吧 大家不需要担心 他一定会令你无法讲话的 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 今时今日 你现在面对着一个这样的政府 这样的法庭 这样的法庭 当然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是法庭 是这样的 面对着一个政府的管治 然后你要去处理 遇上这些所谓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你是否能够相信他呢 那所以 你刚刚昨天醉身的所谓的新措施 有关于隔离就可以由21日减到7日 我即时今天那个反应 就是写一篇文 在这个苹果的反应 最后一篇 这篇反应就是 讲出的问题 就随时好像台湾的机师问题一样 是吧 意思就是你的隔离21日 就是一直以来 大家就是要隔离 很清楚的 那接着你现在就说 我们要做一个新的隔离标准 就是说 如果你打了疫苗 然后就有两个条件要符合的 第一个条件就是 你做这个病毒阴性测试 第二 就是需要这个7日的 就是要做一个测试 就是你需要证明到 你的病毒的抗体 就是符合到他所需要的水平 然后呢 接着才说 你就可以将这个 有一天的隔离 减到7日 事实上是有需要 继续下去 将来是要这样做 因为现在香港仍然是实行 全世界最严格的隔离措施 这个意思就是 21日继续是 任何地方都是这样 21日 所以这个问题 除了你是大陆之外 不计那样东西 但接着你来的问题就是 你这个隔离措施要做的话 结果是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 因为你要看抗体的水准 和水平 抗体水平 大家看到刚刚U的做个研究 发现了 就是跟进100个个案 就是打完这个疫苗 如果是科兴的 抗体水平部分人 甚至是很低的 低到detect不到 那意思就是 他们应该要打第三个补充剂 就是第三针 你不打的话 基本上你的抗体不够的 那你本身不够抗体 你现在就说 我们要去测试 你的身体里面有没有抗体 那这个又变成一个 是政治问题 还是科学问题 你是不是要问一下林郑呢 现在我们知道 他处理这个疫情的时候 有两个标准 大家在这里面对疫苗的时候 大家应该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 去到限聚令的时候 这个限聚令 就不是完全用科学的决定 好了 我想请问 未来有关于这个疫苗的抗体的标准 就是血清里面 量到这个抗体的标准 是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 还是一个科学问题呢 是不是应该用政治的决定 而不是用科学的决定 用回林郑 现在对于限聚令的问题 就是 这个时候疫苗 我们为什么要用科学的决定 只有林郑以前那套标准 有什么看法 林郑基 是啊 就是早前台湾的高端疫苗解慢的时候 也有一些医疗组织 立即走出来 在那里教大家的一件事 就是 不要看到这个疫苗 有这个抗体 就是出现一个抗体率 90多%就以为很厉害 其实这个数字是没有任何代表性的 因为科学疫苗 它就是 这个抗体出现了有百分之加十几下 但是有效率只有百分之五十的 所以其实 这个东西 就是 当你有这个抗体的标准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定那个标准呢 会不会到最后就是 我科学过药 它们的最低标准可以达到多少 然后再把那个标准再定在那里再低一点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要有多高的抗体标准 就是有多高的抗体率 这个病毒才没有这个感染 你现在的问题是百分之九十几有抗体 但是有多少的抗体 这个问题是这里 人有没有钱 有 乞业也有钱 乞业也没有钱 他一定有钱 问题是 他是乞业有的钱 问题是这里 你可以有一个绝对的比率 这个问题才是量度 现在的问题同样 就不停地玩些数字游戏 你的疫苗 要看回你的疫苗本身有多强的抗体 你现在就说因为有疫苗 所以可以将隔离日子由一天减到七天 问题就是 如果你的疫苗打完之后 好像以前的情况就是 你打完根本上是没有效的 那些打完是没有作用的那些抗体 你就给它 可以将由一天变成七天的隔离 你就死定了 是不是 你就立即令到病毒流社区大爆发 所以问题就是 你必须要看回那个标准是多少 但是以前就说 其实这些科学的问题 我们这些行外人 没有必要在说这些话 因为现在有人有政治考虑 你不是纯粹看科学问题 等于限聚令 你们看到了 林郑已经承认了 不是纯粹用科学去决定的 所以我们非常之担心 林郑政府将会 在有关这个血清的抗体测试里面 你都会用回相同 不再用科学去决定 考虑一些政治问题 例如 如果 你说打完科兴疫苗的 然后 全部抗体测试 肥脑 不可以符合到政府的标准 跟着 全部要隔离21天 打伏必泰的 只要隔离7天 政治后果 哪个要负责呢 是吧 到时如果这样说 那就是唱衰科兴 不行的 如果科兴 一个这么重要的疫苗 绝对就不能唱衰它 如果唱衰它 它又随时违反国安法的了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在了 如果科兴的标准不符合 怎么行呢 不行的 一定会让科兴的标准符合的 但是当你将标准降低 去令科兴符合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你还是不是安全 还是你其实等于之前 好像台湾所做的 碰上眼睛 我不要管了 是吧 究竟你的防疫酒店搞成什么 跟着一些机师的情况 如何 不要碰着眼睛 由得它回家 跟着爆发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经常说 不要第五波 现在非常之二文二文 我们17天没有过案了 是吧 接下来随时搞成这样的事情 就非常大件事 有什么看法呢 林武基 之前三位数字没有过案 都是这样爆 而且是爆获最稠的一单 爆获最长的那一次爆发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香港的疫苗接种率 接种率距离六成 还有很远的一个距离 六成都没用的 你明白吗 你刚才给你一个最新数字 智利 他们的接种率 现在是百分之五十八 全国人民 他接种率里面有八成是打科兴的 你看回他这半年的疫情的数字 讲着二月份 未打疫苗 一月 二月未打疫苗的时候 每日是二三千个个个案 三四千个个个案 去到最近这两个月 是七八千个个个案 去到六七千个个个案 打完这么多人之后 他都每日仍然六千几七千个新症 每一天 请问你说这个打了五十八%的 所谓要科兴 有没有用呢 我想请问这个非常简单 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 你看到是非常无用的 所以你说 你以为打完六成就可以有全民免疫 如果打科兴 至少八九成 至少九成 你怎么看这件事 是啊 之前我也有计算过这条数 很简单 如果你有效率五成 然后我的六成应该打多少才够呢 那就是六成的一倍 120% 这个小学生都会计算的数目 这个很简单 所以为什么欧洲 欧盟那边 他们用的疫苗护照 他们不会真的要去看你的抗体浓度 因为抗体浓度这个数字 到现在没有一个正式的标准 反而我们真的要去看它的有效率 然后将那些有效率高的疫苗 我们集中起来 然后等他们施打了这些真的有效的疫苗之后 那我大概知道你们是安全的 那我就可以放心给你们出入境 然后我们本国打的疫苗 大部分都是有效的疫苗 那我们可以打到六七成的时候 那你这个病毒 就算真的散播出去 它的影响也不会低 而至少很快就可以自然地平息 然后这个病毒慢慢就像感冒那样 变成一个不重要的一个病毒 那所以 所以其实为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香港 香港政府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真的100%打科兴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打到120% 我们才有办法可以阻断到这个病毒 在本港的一个流传呢 那如果我们 那当然了 我们很幸运就是我们有500万剂的这个 这个BNT疫苗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有差不多 我们有差不多四成的 四成私打了疫苗的人 他们是打科兴的 那所以这四成人 那我们 就是我们名义上 好像有四成人 就是四成接种人口 是打了科兴的 但是实际上 他们是 他们的有效率可能只有两成 甚至乎更低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掌握的一个疫苗率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 真的很准确地去计算 究竟我们香港的有效防疫的能力 是有多高 但是如果我们有人去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想办法去改善这个问题的话 那又怎样 那就是国安法 因为这个疫苗问题 不是一个医药的问题 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当你认为这个大陆自主研发的疫苗是不好的时候 当你认为大陆自主研发的疫苗不是完美的时候 那样又会变成了违反一个国安法 特别是当大陆政府 他目前只是批准施打国药和科兴两种疫苗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只可以打这两种疫苗 然后我们说这两种疫苗的其中一种不够好 那是不是在污蔑这个大陆政府呢 是不是在那里煽惑这个大众去批评 或者是不信任大陆政府呢 这个很明显就会变成一个违反国安法的一个事由 所以你这样说可以批评批评批评 不过你现在是煽动颠覆的 这个真的不停是煽动仇恨 憎恨 就是总之龙门任他摆 是不是 我们很简单讲一个事实 就是你这个疫苗有这种效果 跟着大家要怎么处理呢 所以这个政府呢 好心做一下一些实际上的民生事情 休息一会再谈 回来 四点钟为多利亚讲继续有林忌 还有林浩基在这里 政府昨天就宣布放宽了部分 这个什么食肆的防疫规定 那就是员工呢 最少打了一针的C类食肆的入座率 就可以增至75% 那打完两针呢 的员工呢 就加上三分之二顾客 打了一针的D类食肆的入座率 就可以增至百分之百 那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个所谓 目前做到C类的餐厅 是不足一千间 D类就有19间 C加D的食店只占全港所有食肆 总数的5-6% 因此呢 不放宽 其余九成半的AB类食肆 等于没有放宽过 那现在C类食肆的员工 会陆续在两至三个星期完成第二针 有条件变D类 但是 对宽会场所以有重要技遥 但是呢 主人家日后要在请店 要列明 奔客要打了针 而实际上冠状的时候 就可能很复杂和有困难 奔客预备发现未打针 相信只能放下 人情不能进入 有什么看法呢 听完这一句说明 是不是觉得想笑出来呢 就是整件事搞到一个複雜到一个田地 就是一个正常受过教育的人 有没有办法可以计算自己 就是某一场宴会 或者某一家餐厅是什么类呢 就是这个 这个 由一开始提出的时候 就已经被大家在这里笑 就是因为你那个比率 然后你那个公式计法 其实就是 令人觉得很疑问 就是你太过 你这样一件事 根本就是找东西来搞 这个就不是完全的科学来的 用回同一个道理 用回林郑今天终于承认了一个标准 对于限聚令 是吧 就是我现在就指控她 就其实做着相同的事情 在这个所谓的 有关于什么ABCD类食肆的时候 是吧 根本全部是一个政治决定 就不是科学决定 是吧 因为大家非常喜欢 同一个室内 同一间房里面 然后那些空气 就算是隔着楼板 跟着也都隔着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仍然是会互相有机会交叉感染的 是吧 所以当你变成同一间餐厅分成三个区 有什么用呢 跟着第二样东西就是 就是你说就算你做了同样的事情 应该要做的就是 等于你在 就是那些人去完旅行回来的时候 你要做个所谓的 血清的抗体测试 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 有部分人呢 打完针 是等于没有打过针一样 就是他们查不到有抗体 所以这个抗体是不够的 那你少量的人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当然就 哎呀 那都是有个大问题 就会做一个防疫的漏洞 以此就是 你少量的人 虽然就未必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但是一不幸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个防疫的漏洞 然后就引发一个大爆发 是吗 当然去到最后就是 那就不同一样东西就是 你吃饭的东西 就跟你在这个所谓第一个关卡里面 守着龙门 令到那些人不要走进来 就不是那么大的相同之处 意思就是 守着第一关很重要的 只要第一关不漏 你后面二三四关乱来 其实都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最终就是等于 就算你没有限制令 那些人就算这么跑是没有影响的 那实际上最重要 就是千万不要让病毒入境 是吗 但是去到最后就是 现在政府提出 我们是要打完疫苗之后 就将会要去放宽 将21日变成7日 那这个呢 就等于变相地 令到现在这个超级严格 令到那件事实际上不可行的 所有的旅游探亲的问题 就令到它变成可行的时候 那这个问题 就会变成一个 大家要去处理的问题 就是你如何去面对着 那个疫苗的抗体有多少 跟着你要设定一个 有合情理的标准 那这个合情理标准 到时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 就令我们非常之担心 有什么看法呢 是呀 尤其是最重要的那一件事 就是你如果第一道关卡 那一道月之后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缺口 就算你是定得多严 都好 你这个缺口一出现 其实你第二第三 第四道关卡 没有守好 他们那个漫延速度 就会很快的 所以我们看回台湾就是 你可以突然之间 由零确诊 在两三日之内 变成每日超过一百单 甚至是两百单确诊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增长 所以如何去到阻止这个不好 让它由每日几单 在十日之后 变成每日一千单 这个它的关键 就在于你的第二第三关 有没有去守得好 因为你任何一个防线 都一定会有流动 而且病毒这一样 它是有一个 指数式爆发的一个能力 尤其是你说 好像是食肆这些地方 大家除了口罩去吃饭 最近医学界 也终于发现了一样东西 就是当年 他们订这个 气氛传播的标准的时候 他们没有考虑到 这个物理学 就是没有考虑到 这个物理学家的意见 于是他们订那个标准的时候 他们订错了 现在透过这一次疫情 医学界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 原来气氛传播 它可以传播的距离 变远了很多 所以现在你去问 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的意见 什么叫做空气传播 其实他们今时今日 已经没有人再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空气传播 定然已经推翻了 已经不再存在 好像你说 酒楼 这些室内空间 然后他们那个气氛传播的距离 其实可以去到很远 比这个室外空间远很多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然后我们政府就是 就是维持着 我们要开放室内空间 然后要禁止这个室外空间 整个完全违反科学的 完全违反科学知识 你不论是旧的科学知识也好 或者是最新透过这个疫情 而更正的一个医学知识也好 这个也是完全违反了 所有的一个常理的一个限聚力 没有问题 我们不是完全考虑科学的 还有其他因素在里面的 那么这个其他因素是什么因素 这个其他因素的比例是多高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有收入也有这个支出的 我收入1元 我支出100万 那么我这个收入 还是不是叫收入呢 就是现在你要考虑的因素 有科学因素 有科学以外的其他因素 那你科学的因素 那你科学的因素得1 然后科学以外的因素是99 那你这个政策 还是不是和科学有关呢 那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斟酌 这个就是现在香港面 就是现在香港 就是香港整个防疫 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大的一个流动在哪里 其实已经不再是那些什么 检疫日数 不再是那些什么 检疫政策 诸如此类这些什么 而是你香港政府 究竟用什么态度 来去执行这个检疫 你香港政府究竟 真的有没有想着 用这个科学的方式 令到这个疫情去终结 还是想着这个疫情 反正我们仍然是 继续做一个美好的数字 但是这个疫情 仍然让它继续流传下去 到最后就令到香港 到最后就令到这个香港 可以 香港政府可以透过这个疫情 然后无限延续他们的一个 透过疫 透过防疫 而增加的一些压害权力 甚至乎利用这个防疫的长期法 令到这些所谓的战事法律 这些临时的法律 可以令到他们更新 我这样看的 公道点说一句 他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意思就是说 有些人经常说 他是想借 借疫情 搞很多对香港人的限制 这个事实 第二 他是否想永续疫情 令到那样东西 可以继续去限制呢 我又有保留的 意思就是说 他要做现在做什么都可以 他有什么需要这样做 是吧 你有时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 意思就是说 我们香港人 是吧 他是要令到他限制我们的法律 他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透过疫情 就借一些意过 其实就不是 是吧 原因就是告诉你 在今时今日的管治之下 他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是吧 你都没有任何权力去反对他的 你都没有任何一些方式去反对他的 所以 他将会就是用任何 也都是累累风行 是吧 跟着全部拉住全家 朱连狗族 然后就用一个所谓绝对的极权 打压所有的意见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觉得他有需要透过限聚令去制止你吗 不需要的 他可以用尽其他一切的方法 任何东西都是国安法 是不是 然后就用国安法去捉你 所以用国安法捉你 是比起用这个限聚令更加有效的 所以因此 有很多人就觉得他是想借这个限聚令 就无限期去做某些事情 就是我相信这个 因为限聚在一道 要他疫情 去令到他继续做这些事情 这个就有保留 因为疫情对于他们 整个利益的共同体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令到他们很大的伤害 例如他说 你的经济做不到好 是吧 接着呢 派不到钱 那些业界里面有很多那些人 他自己有来的 很大的损伤 是吧 然后呢 做生意做得不过瘾 很难做生意 那所有东西呢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的 尤其是阻止 最重要是他们眼中 哎呀不能够给中国的大陆的 无论是游客 或者是高官 或者是权贵 或者是太子党 有很多的 很方便地来往的中港 是吧 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外挂 令到最高层的 最厉害的 是吧 最可怕的 最有条件的 那些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了 意思是什么金融的 可以照样来 不需要受到限制的 来自六六关口的 有些回港议等等 全部都可以做完 但是 都仍然就是说 有一个非常大的阻碍是对于经济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经常就幻想 疫情一结束 然后香港经济就 砰砰砰的上 每个人就赚了很多钱 那就会不介意 我们现在在管治上面 政治上面 人权上面等等的问题 但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笑话来的 意思就是不可行 但另一方面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自己思想的论述里面 所以你说 他想永续疫情 其实不是 这个要帮他说一件事 我不相信他是想永续疫情 但是 当他要处理疫情的时候 那些所谓处理的手法 去到一个问题 对不对 好像你说科兴 怎样可以说科兴的问题 说多两句 就说你是唱衰他抹黑他的 所以这个去到最后 就是你知道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限制 因为他有这些限制在 不是他想做的 问题就是他本身已经有这个限制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台湾那边的情况又怎样 我想请问一下 最近好像 终于由三位数降到两位数 对于台湾的疫情 有没有一些比较乐观的看法 对于台湾的疫情 这个曲线 跟香港第一波爆发的时候 那个曲线 其实是很相似的 就是那种直上直下的方式 当然 主要原因就是台湾人的口罩充分 之后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要戴口罩了 所以疫情开始了之后 大家都一直都在戴着口罩 令到这个疫情没有指数式 这样进入到这个四位数例阶段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目前看起来的话 现在政府是有可能在谈 可不可以分断地去解封 分断地降级全国的境界 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应该商不以外 都有机会降到二级的 这个台北新北的话 那个确诊人数仍然是多 那么究竟要怎样才可以 可以降下这个台北新北的境界呢 有一些说法就是 是不是应该每天都要是单位数 才有办法降呢 这个就要去看 那么距离一个 这个三国境界的有效期 去到6月28号 那么会不会再延长一次呢 延长一次就要延多久呢 是不是全国一起延呢 那么现在看起来就说 有机会是商不在那里延的 那么如果大家想去台湾旅行的话呢 那么目前来说 现在已经很明确可以知道一件事了 就是原来 就是为什么这个台湾 台湾那边会突然之间 那么急地去撤走香港的 在香港的官员 原来原来 现在终于可以确定到 可以很确定地告诉大家 原来是香港政府驱逐了台湾的官员 他们的签证有效期 明明是可以去到7月的 但是政府就逼他们 在6月21号的时候离开 那么所以 为什么突然之间 所有官员撤走 甚至乎他们的本地官员 就是他们在香港请的人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去问他们 他们比我更害怕 这个情况 那么原来真相就是 他们是被香港政府驱逐的 那么所以之后 那么当然 现在台湾政府是有说到 他们会保持一个基本的服务 也会尽力维持着 这个相对应的服务 但是将来 大家如果想要去台湾 可能去移民 需要一些去到临桂办的签证 那么没有了这个驻香港的官员 在这里 然后整个流程会变成什么呢 例如文件验证 过去可以在香港验语 在香港验语都已经验语了几个星期 那么如果之后 要去重递回台湾 然后验语完之后 再速递回来香港 这边批给你 那么这个流程会移到几长呢 所以可能就是这样 大佬 就是你台湾那边要自己想想 他就是想阻止你 是不是 你现在就 有些日移民到台湾了 那就令到官员走了 就没那么容易移民了 是不是 就是他这样想的 所以回头 哎呀台湾政府 你是不是可以 要想想自己面对着 就是香港就是想乘机 令到你没有那么方便 他就是令到你故意去阻碍你们 所以 对于台湾方面的回应 是不是 究竟你是要想一个离境 离岸都可以做得到 而方便的方法 还是 不是了 既然是这样 大家拖慢他 什么都不要做 可能倒转 特区政府就派人手掌 好啊 那些人走不了 因为我令到你的官员走了 那我又可以 既然又可以领工 证明了 成功阻止了些人移民台湾 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 对他们来说 有什么看法 是啊 这个情况 其实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要阻止香港和台湾之间的交流 所以就年这个国民党 当然国民党一定会想办法 把这件事拉回民进党身上去骂 但是就年这个国民党 他们都在说 香港政府这个做法完全不讲道理 就是你说 你说怀疑台湾去干涉香港内政的 那你便趕走相关的派驱官员 或者是做一些正式的抗议 诸如此类 有必要完全封锁了两岸的所有交流 后来他们也有扯到那些 你现在没有了九二共识 那你用什么替代 诸如此类 这些我们可以不离 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你香港政府做完之后 台湾人的观感是怎样的 尤其是这件事 不单止涉及香港人好 现在是难过去台湾 台湾在香港做生意 是经商旅游留学的人 他们的很多生活所需 其实都是需要台湾住在香港的办公室协助的 那现在会变成他们突然之间 没有了这些相关的协助 那是不是以后的生意要怎样做呢 尤其是香港也都关闭了在台湾的办事处 那是不是以后大家 两个地方就不再需要有交流呢 那是不是代表 这个是不是代表着 中共想着以后就和一个台湾越前选择来往 诸如此类的行为 这个是一个很愚蠢 认为外交上一个很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那你究竟是想着透过这种做法 就是帮助某些他们眼中的台独分子 就是坚决抵制和中国之间的往来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它主动地帮台独分子去切断和中国的往来 是吧 那令到很担心 这个决定是否违反国安法 是吧 所以任何东西都是它说的 是吧 你和它做生意 你和它往来 就说 你没有它不行 是吧 那转过头 你说我不和你做生意了 我不和你往来 哦 你就是搞台独 然后是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 是吧 中二其实去到美国的浪漫 都怎么摆都可以 现在的情况同一道理 你要它疫苗 就说 你要靠它施舍 否则就什么都不行 转过头 你说不要的 我们另外找疫苗 哦 你又是必有用心 等于这个美国给疫苗给台湾 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就是 又是这个别有用心 将这个疫情政治化 是吧 那龙门就任它摆的 喜欢它做什么都可以 你就做什么都不行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有什么看法呢 是啊 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呢 就是美国捐赠疫苗 美国捐赠疫苗给台湾 也不仅是捐给台湾 它是捐给全世界所有国家 知道你有需要的话 所以它有几千万剂捐出来 其中有两百多万剂是捐给台湾 说真的这个信息也不多 意思表示给你听 美国是支持台湾的 这个是一个国际友好的 这个事情 有什么好去批评呢 但是中共就是 中共用的一个措施呢 其实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外交措施上面 是比美国军机降落在这个崇山机场更加严厉的 所以其实是否代表中共比较在乎 就是美国被疫苗 而不是美国派军机去台湾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笑 就是会让人看出究竟现在中共 中共他们的外交策略想着是怎样呢 很多人会在想 这个香港政府这样对台湾 是不是双方想着要开战 在开战之前的撤调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 中共在美国军机的派遣上面 立场的软弱的一个态度 看上去又不像这个 这个是准备要打仗 要激励定士气的一个行为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 中共今次的这些这样的举动 尤其是在疫苗方面的反应 对日本也好对美国也好 其实会不会只不过是一个 好像小朋友在那里发烂炸 那样 为什么我说要来帮你 你不找我帮 你只是找隔离A B去帮 你不找我帮 你真的不到我是朋友 我要跟你绝交 就好像小朋友 幼稚圈我生 他在这儿玩的 那种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个可以看到一样的 如果我们真的用一个正统的 一个国际政治的分析工具 去分析中共的话 其实我们什么都分析不了 分析出来的结果 都是一大错的 因为他们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国家 也不是一个有同一意志的一个国家 他们做的每一样东西基本上都是方仓手办 就是之前陆委会都还在这儿说 你投降要疫苗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买的 要什么牌子都可以的 可以不要国际 可以不要科兴 没有问题的 你要BNT就帮你买 要莫德纳都可以帮你买的 那现在美国直接送过你 那你就开心了 可以做少点东西 不行 我们敦促美方不要借疫苗 援助狗 政治操弄干涉中国内政 是的 就是这个 究竟如何去干涉你中国内政 就是如果这个真的是中国内政 其实很简单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军机降落在台湾的时候 不需要得到你中华人民国外国外交部的批准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你中共这套这样的谎话 然后你那套这样的双重标准 就是我不是说你在同一件事上面 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标准这一件事 而是你在对同一个人上面 你在不同事情的强硬和软弱水平 那个差距是那么远 因为很简单一个问题 你去抗议美国军机的话 这个是直接在挑衅美军的行动 但是你在抗议医药的捐赠 虽然是很难看的一件事 但是它不会触动到军事上面的一个行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中共来说 我们选择了一个 他们认为这个代价 这个反作用力最小的一个点去打 就是在捐疫苗这件事 所以如果说中共是不是完全在外交上 没有想过要怎么做才是最合适呢 如果我们假设中共 根本就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国家的话 它根本就是打算用一个最软弱的回应的话 你在疫苗上面用这么大蝙蝠 然后这么强硬的一个预调 在军事上面用这么软弱的一个方式来回应 这个就可以解释 可以很合理地解释所有问题 所以说到底下 究竟现在一系列的一个事件 包括突然间有派几十架的军机所谓的妖台 然后在互相驱逐 究竟这一连串的事件到最后 它是代表了什么 是代表两岸关系向着一个战争的方向走 其实中共已经是没有了招勇 它只能够用到这些方法 派香港这个流来来去挑衅 然后来去示威 然后实际上就是代表着 波士在后面根本就什么都不敢做 我相信后者的机会其实会高一点点的 不知欣赛 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 你继续这样做就伤害两岸关系之外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冒实的路线 总之它现在就发狼礼 但是同样道理 你好像香港问题 你继续这样发狼礼 对付整批香港人 去到今时今日 你连报纸都盖上去 你说 还有什么可以告诉大家 香港没有变过 五十年不变 是不是笑在大家心中有数 所以 去到最终 可能你说那件事 就不是他想香港的疫情那些问题 就是继续疫情是这样的 他希望有些人就走不了 这个就是唯一一个 所谓去到疫情的期望 今天节目时间到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